第五千三百四十一章 火死人 小说《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不得不说 默族这个决策是极为正确的 既然这个三番两次闯进末朝的人族神魂怎么都杀不死 那就绝不让他有顿逃的机会 这世上就没有杀不掉的神魂 只是他们没能把握好机会而已 只要将这人族的神魂困死在末朝空间中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尤其是眼下 这人族已经接连两次御史那长征秘宝 再无力御史第三次 而为了封闭末朝空间 末族御主这边更是不得已 由车空和欧迪两位御主为首 面见了王主一次 请求王主在关键时刻 助他们一臂之力 整个末朝空间本就是王主末朝意志所化的平台 这个平台进出的权限自然在王主手上 或者在坐镇王主末朝的末族强者手中 想要彻底封锁这个空间 那就必须得征得王主的同意 没有王主的首肯 御主们可没办法控制 面对如此局面 王主一面恨铁不成钢地对御主们破口大骂 一面也不得不命人配合 他最近日子不好过 饥伤沉重 却无法安心疗伤 又遇到这破事 心情自然不太美妙 好在他没有迁怒麾下御主们太甚 也让车空和欧迪等松了口气 方才在确定杨开闯进此地的时候 末族御主便已悄悄往外传递消息 坐镇王吉末朝的那位御主当即催动末朝之力 封锁空间 隔绝内外 若非如此 杨开早就逃之夭夭了 而就在这诡异空间被彻底封锁的一瞬间 人族拥有的末朝中枢之地 正等待杨开归来的欧阳烈师徒 瞬间脸色大变 公脸师声道 师尊 杨凶他 欧阳烈更是面色凝重 一步上前 仔细查探 脸色变环不已 只因就在方才 杨开身上忽然丢失了所有该有的神魂波动 通俗点来说 便是魂没了 肉身虽在 却是活死人一尊 这般变故 明显意味着 杨开在末朝空间内遭遇了什么 联想到杨开之前所言 看样子 他自己也有所预料 这一趟进去 所要面对的情况 可能与之前有所不同 然而 如今这变故太大了 连魂都丢了 这可如何是好 许久之后 欧阳烈才面露惊疑不定的神色 在他的查探中 杨开的神魂确实彻底消失了 压根就感受不到他的神魂所在 之前两次 杨开在进入末朝空间之后 神魂虽然飘渺无踪 但欧阳烈还是能依稀感觉到 他的肉身与神魂之间有一层无形的联系 只要这种联系尚存 杨开就没什么大碍 可如今 这种联系彻底被斩断了 但如果真的神魂被灭的话 那么杨开肉身也不可能气息平稳 最大的可能便是瞬间暴毙 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彻底吃傻 诡异的是 杨开的肉身的气息还算正常 这让欧阳烈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略意沉吟 一面让宫连仔细照看杨开肉身 一面闪失而出 准备找几个精通神魂力量的八品来看看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欧阳烈忙碌之时 杨开正在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痛处 疯狂逃窜 不逃不行 六位御主 两位八品墨徒的围攻 除了老祖谁也抗不住 更何况 他的神魂本就因为施展舍魂刺而变得残缺 墨朝意志所化的诡异空间就这点麻烦 四大四小 空间无定型 这让杨开的盾逃变得尤为困难 因为无论他怎么逃 敌人的攻击都能随时招呼上他 短短不过几细功夫 杨开便觉得自己不行了 整个人的神魂变得破破烂烂 严重影响思维 让他的判断接连出错 让自身伤势愈发严重 再这么搞下去 恐怕就要阴沟里翻船了 死守着神魂深处的一点清明 眼看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攻击袭来 杨开再不敢犹豫 一直藏着掖着的温神帘终于被寄出 七彩的霞光绽放开来 瞬瞬间 诡异空间内便显出一朵七彩宝莲 那莲花含苞待放 呈现出一个花孤独的造型 将阳开破烂的神魂包裹其中 狂暴的神魂攻击习致 打在那七彩莲花之上 却难损分毫 只在花瓣上荡出一层层涟漪 温神莲好歹也是天地至宝 还宇为一 在别的地方或许发挥不出太大的功效 但是在这由神魂主导一切的末朝空间中 他便是世上最坚稳的存在 八品莫图 莫族御主的所有攻击 都无法破开他的防护 莫族这边很快发现了一场 毕竟他们不是瞎子 忽然冒出来一朵七彩莲花 谁还看不见 让他们震惊和难以理解的是 这玩意简直有些固若惊汤的感觉 任凭他们的攻击有多凶猛 也是窥然不动 静静地悬浮在那 须于猛烈的攻击收敛 六位御主和两位八品莫图 围在温神莲四周 警惕打量 这是什么 欧帝御主沉声发问 眼看这一趟 就要将这个人族给灭杀 忽然冒出来一朵莲花 护他安全 偏偏莫族强者汇聚还打不破 自然让他恼怒 不过他却不认得 这莲花到底是什么 他都不认得 其他御主更不用说了 这话 问的是那两个完好无损的莫图 其中一个化作冒蝶老者形象的莫图 眉头微皱 仔细打量温神莲 隐隐有所猜测 不过他也没见过这天地至宝 是以不太敢肯定 只能询问身边同伴 是那东西吧 老朽应该没有看错 另外一个八品莫图汉首道 与传闻中没有区别 而且若是那东西 就可以解释 此人为何无惧神魂损伤了 不算这一次 杨开先后已经两次闯入这莫巢空间 动用四次舍魂刺 打死打伤四个莫族御主 这种攻击性让人警惕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 是他的恢复力 神魂受伤那么严重 每次都只是三年时间 便又活蹦乱跳 便是再好的灵丹妙药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可如果是传说中的那物件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话说清楚 这到底是何物 欧迪沉声问道 最凡人族这一点了 说些东西拐弯抹角的 非常不痛快 那冒蝶老者功身一礼 回大人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温神连 温神连 狱主们皱眉 他们虽与人族打了无数年交道 也学了许多人族的生活习惯 但对人族的一些传说 还是不太清楚的 更不要说 温神连这东西 便是人族自己 也只有强者们 在典籍中见过 从未看到过实物 天地有至宝 并地生双连 那冒蝶老者赢了一生 意为无垢精连 拥有者肉身无暇无垢 修行事半功倍 一日千里 二维温神连 于肉身无用 却是针对神魂 拥有者在温神连的滋养下 神魂无时无刻不再壮大 而且 即便神魂 受了再严重的伤势 只要神魂不灭 在温神连的滋补之下 都能迅速恢复过来 这两样天地至宝 乃是天地自生 还与唯一 出现第一株 便不会有第二株 许多人莫说见过 便是听也未曾听闻 诸位大人眼前之物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温神连了 很珍贵 有御主问道 老者肃然道 天地至宝 每一样都珍贵无比 非大机缘大气韵之人不可得 欧帝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如此说来 此人之所以能屡屡死里逃生 事后又完好无损 便是依靠了这温神连的滋养 正是 冒蝶老者汉首道 传闻温神连分三采 五采 七采 眼下这温神连 已是七采温神连 算是最顶级的温神连了 可见此物落在这人手上 已有不少年月 否则根本无法培育至七采境界 由此至宝 修补滋养神魂 他自是不惧神魂上的损伤 几位狱主脸色有些难看 可笑他们第一次 还以为将杨开给杀了 谁知人家 是有所依仗的 回去养三年 又活蹦乱跳地跳出来 搞了两个狱主 若不是这一次 封锁了末巢空间 逼得这人走投无路 把温神连给寄出来 他们恐怕还搞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欧迪咒眉道 此人已经没有动静了 应该是神魂受损太严重 正在这莲花中休养生息 按之前的经验来看 只需三年 他便能彻底恢复 到时候 必定又会遇使 那恶毒的秘宝来对付我等 必须在此之前 想办法解决了他 诸位可有什么好主意 一众狱主沉默 两个默徒也闭口不言 方才的情景 大家都看在眼中 和六位狱主 两位八品默徒的攻击 也撼动不了这温神连分毫 再继续出手 恐怕也只是白费功夫 有狱主提议到 要不然再出手试试 反正他现在也只能挨打 不能还手 这温神连再如何强大 应该也有一个承受的极限 说不定 咱们能够将他打破 那冒蝶老者嘴角一抽到 毕竟是天地至宝 将之打破的话 未免太暴舔天物 若是能将之收服恋化 最好不过 欧迪为之一动到 言之有理 此宝既是对神魂有用 那么我墨族也可拒之 若能将之恋化 日后对阵人族八品 可就不惧他们的神魂秘书了 本章完 第5342章 谁先坚持不住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墨墨 人族没有墨族天生强大的身体素质 成长周期也要比墨族长远得很 但人族也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千奇百怪的秘宝和秘书 尤其是秘书这东西 几个每个狱主都吃过亏 其中一些神魂秘书更是防不胜防 最为麻烦 若是真的能炼化这温神莲 那日后还怕什么神魂秘宝 人族若再敢施展神魂秘书 必定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以那冒蝶老者的提议让欧迪极为心动 而作为此地资格最老的狱主 欧迪自是当人不让 我来炼化试试 这般说着 便上前一步 神魂力量涌动 朝温神连照去 其他几个狱主虽稍有不满 却是不好多说什么 两个墨徒对视一眼 徐徐退下 找到了那个之前被杨开打伤的同伴 助其抵挡打入体内的舍魂刺 这一趟 杨开进着末朝空间 先是直接搞死了一个墨徒 后又打伤一个 方才这位受伤的墨徒 一直在抵挡舍魂刺的威能 不过他 毕竟只是墨徒 不是正统的八品开天 抵挡起来稍显吃力 两个同伴赶来的恰到好处 若是再晚一些 他恐怕就坚持不住了 有了两个同伴的协助 这位墨徒好不容易才将自身的情况稳定下来 但想要逼出舍魂刺 却是需要水魔功夫 而且 整个过程必定充满坎坷和变数 稍有不慎便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末朝空间 一世无生 只有欧帝御主 不断催动神魂力量的波动 半月之后 欧帝试了耐心 收回自身力量 此物水泼不尽 炼化不得 你们谁若有益 尽管一世 花了半月功夫 消耗不少神魂力量 却是一无所获 欧帝很是憋屈 然而却又不能不让其他御主试试 毕竟自己无法炼化 不代表别人也炼化不了 大家总是要尝试一下的 他这边退下 立刻便有另外一位御主 迫不及待上前一事 不过半月之后 与欧帝一样 失望退下 接连有四位御主尝试 都是毫无效果 这让御主们知道 这温神连 怕不是能轻易炼化的 尤其是在其主人 未死的情况下 想要炼化这天地至宝 除非将他的主人给弄死 然而那人族 自温神连出现之后 便一直躲在花苞之中 御主们根本不知 他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再没办法打破 温神连防护的情况下来 又如何将他弄死 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 就在这时 那冒蝶老者 却来禀告一个坏消息 诸位大人 万兄快要不行了 诸位大人能否打开 此处空间 让他神魂归体疗伤 他口中的万兄 正是那个被杨开 打伤的墨徒 听他此言 欧帝扭头望去 果然见到 那万幸墨徒神魂不稳 而且正在持续衰弱之中 欧帝皱眉道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怎会忽然如此 冒蝶老者苦笑一声 大人有所不知 我等三人的肉身 如今处于三座玉主 及末巢之中 以新神勾连末巢意志 以自身天地伪力为桥梁 方能进入这末巢空间 换言之 只要我三人还处于此地 末巢便无时无刻不再吞噬我等小乾坤的力量 算算时间 自我等进入此地 已有两月之久 我等遂为八品 敌运雄魂 然而万兄 本就神魂重创 再加上肉身的力量不断流逝 如今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 不说那万兄 便是他与另外一个完好无损的末徒 也不可能一直留在这末巢空间 否则 一旦小乾坤的力量被末巢吞噬干净 便有崩塌的风险 到时候 万事皆休 他们的情况与末族不一样 狱主们虽然实力比他们强不了太多 但末族体内的力量 乃是末之力 随意可勾连末巢 不必承担他们如今的风险 狱主们想要在这末巢空间停留多久都没有关系 末徒就不行了 在自身小乾坤力量干涸之前 他们必须要神魂归位 封闭小乾坤门户 否则就要被末巢吸成人干 不过他们这两位没有受伤 所以能比那万兄坚持得更久一些 听老者这么一说 欧帝也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这些末徒们的处境 不过真要他打开此处空间 他也是有些迟疑的 因为一旦这空间被打开 那躲在温神帘中的人族便有逃脱的机会 天知道他如今是什么状态 万一正等着这一刻呢 他们这些狱主付出这么大代价 甚至还请求王主命人协助 好不容易将这人族困在此地 又怎甘心让他逃了去 但末徒们如今也是 末族依仗的力量 真叫那个万幸末徒死在这里 欧帝也是有些舍不得的 难办 面对如此局势 欧帝举棋不定 另外一位狱主 却是忽然眼前一亮 开口道 你们几个 末徒面临的问题 那人族必定也是一样 他既能进入此地 定也是 如你等心神勾连末巢 以自身小乾坤的力量为桥梁 所以 咱们根本无需去辛苦练化温神莲 只需等他小乾坤的力量干涸 早晚能够耗死他 欧帝一听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 不住汗手 不错 正是如此 那茂迪老者闻言 心凉了一截 看御主们这意思 是宁愿牺牲那万幸末徒 也不会打开此处空间了 不过不得不说 那御主所言 确实是解决眼前状况最好的办法 茂迪老者毕竟只是个末徒 心中虽然不忍 但御主们都已有了决定 他也不好再劝说什么 只是扭头朝万幸末徒那边看了一眼 微微叹息 欧帝却道 你也不必如此交心 我忽然想起一事 茂迪老者恭声道 请大人示下 你之前说过 这温神莲分三彩 五彩和七彩 如今这温神莲已是七彩之境 此人得知应该有不少年月了 是吧 正是 那句你推测 此人得到温神莲 大概有多少年 少说千年 甚至数千年 茂迪老者道 那就对了 欧帝谋中金光一闪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此人极有可能不是八品境界 不是八品 几个御主和茂迪老者 都为之一正 不知欧帝为何会有这样的猜测 此前与他交手 就有些奇怪的感觉 不过具体怎样我也说不上来 总觉得他与其他八品 开天不太一样 如今想来 他的神魂 之所以有八品开天的程度 应该是得了温神莲滋养的缘故 他本身或许只是个七品 若他真是八品开天 那他的神魂力量 绝对要超出正常的八品很多 欧帝这一番推测有理有据 听得众狱主连连点头 却是如此 若那人族真的试得八品开天 那么在温神莲数千年的滋养之下 神魂力量 绝不止正常八品的程度 绝对是要远远超出的 而如今 这人族的神魂力量 只与正常八品相当 由此可见 他真正的实力 绝对不是八品 那茂迪老者更是一喜道 如此说来 此人的长处便是在神魂上 他的真正实力 与我等相差甚远 欧帝微笑道 所以 他要比你们更早坚持不住 大人所言甚是 茂迪老者攻身道 若真如此 那万幸莫图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只要他能比温神莲里那个家伙 多坚持一阵 等对手的小乾坤干涸 这边的棘手局面 自然就迎刃而解 莫朝空间 也就没必要再封锁了 与此同时 人族驻地 莫朝忠书中 欧阳烈师徒 守护在杨开身边 几个月了 杨开一直处于这种 行尸走肉般的状态 没有半点神魂力量的波动 肉身也是 毫无异常 欧阳烈此前 也请了数位精通 神魂力量的八品 前来查探 所有人都得出一个结论 杨开的神魂 之所以与肉身 断了联系 应该是被封镇在 那莫朝空间中了 因为一座末朝同一时间 只有一人能够勾连 所以 人族这边就算想帮手 也无能为力 如今这局面 只有杨开自强 方能自保 百无聊赖间 公脸忽然开口道 师尊 听人说杨兄的小乾坤中 圈养了无数生灵 所以 即便他不去修行 小乾坤的底蕴 也在无时无刻地增加着 此事是真是假 欧阳烈就扎扎嘴 这是我也听人说过 应该不会有假 说起来这小子也是运气好 寻常八品 都不敢在小乾坤中圈养生灵 他一个七品就这么干了 日后不知要省多少年苦修啊 公脸一副异动的样子 若是我也养一些生灵 以后不也不用修行了 这简直太合他胃口了 对他而言 修行也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 若是躺着睡大觉 也增加修为 那就实在太幸福了 欧阳烈瞥他一眼 人家有本钱这么干 你有吗 那乾坤四柱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得的 没有乾坤四柱风震小乾坤 你若与莫族强者交手 必定乾坤震荡 到时候生灵涂炭 平天杀孽 与你日后修行无益 公脸文言 就有些垂头丧气 望着阳开 真是羡慕啊 欧阳烈扎嘴道 不过也多亏了这小子 在小乾坤圈养生灵 否则这么长时间不回来 搞不好要被这末巢给吸干了 本章完 第5343章 累了 休息会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段时间 他也一直在观察阳开小乾坤的情况 寻常时候 他自然是查探不到的 不过因为 要勾连末巢意志 所以阳开的小乾坤门户一直打开着 任由末巢吞噬自身力量 欧阳烈多少 还可以看出些端倪 这几个月下来 一般七品 早就被吸得乾坤干涸了 阳开小乾坤的力量 却依旧饱满 完全不见减手 明显是他圈养的那些生灵 发挥了作用 如今阳开的小乾坤 无余 担心会被末巢抽干 神魂方面 又有瘟神连护持 便是王主亲自出手 也未必拿他有什么办法 所以安全方面 倒是不用太担心 只是末族那边动用手段 将他神魂困在那末巢空间内 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逃出来 欧阳烈暗暗估计 短时间内 局面怕是不会有太大变化了 他能做的不多 便是在这里等待 监察阳开的状态 若有不对 只能立刻上报 末巢空间中 时间流逝 眨眼又是两月 自将这末巢空间封闭至今 差不多已有半年光景了 半年时间 无论是对御主 还是八品末图来说 都不算什么 寻常一次闭关修行 谁还不用个几十上百年的 区区半年 不过弹指一挥间 然而 对那万幸末图来说 这半年 可就有些煎熬了 舍魂刺无时无刻 在磨灭他的神魂灵性 纵得另外两位末图相助 也难晚颓势 若是他神魂能够回归肉身 神体合一 对眼下的局面 多少也是有些帮助的 可是末族御主们多有顾虑 不敢轻易开启这末巢空间 深恐让那人族给顿了 这种局面下 那万幸末图 又如何能够神魂归位 与肉身合一 再加上末巢一直在吞噬 他小乾坤的力量 让他如今的处境愈发雪上加霜 自己小乾坤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他不清楚 但若是小乾坤力量消耗太多 也会映照在神魂之上 在两位同伴的协助下 强撑了半年时间 万幸末图 终于有些撑不下去了 神魂力量的剧烈波动 跌宕而起时 六位末族御主 正在监视温神连的动静 扭头望去 只见那边万幸末图的神魂灵体 轰然爆开 化作点点荧光 消散在这末巢空间中 万兄 那冒蝶老者悲气呼喊 心生吐死胡悲之感 另外一个末图 同样表情哀痛 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可依然无法挽救同伴的性命 在进入这末巢空间 执行这趟任务之前 任谁也没想到 局势会发展成这个鬼样子 六位末族御主 四位八品 末图的阵容 便是人族老祖青睐 也能碰一碰了 可如今 两个末图已经生死到消 那人族还躲在温神连中没有动静 偏偏末族这边 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欧帝的目光喷火 又损了一个 算上之前两次的损失 末巢之争 已经让末族这边 折损了族族两位八品末图 一位御主 另有三位神魂重创 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样的损失 对如今的末族来说 已经不算小了 大眼战区的末族 在经历一场场大战之后 再不是数百年前那种 家大业大的局面 无论是御主 还是八品末图的数量 都比数百年前 锐减了一大半 欧帝心中忽然产生一种疑问 付出这般大的代价 只为逼迫人族放弃到手的末巢 值得吗 若是计划能够成功 当然是值得的 可计划进行到现在 诸多坎坷磨难 人族那边只出动一人 便搅得他们进退失据 用人族的话来说 如今末族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 付出的代价太大 这个时候放弃 让他们如何与王主交代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将这个人族解决掉 将温神连夺下 如此 在王主面前 才能有一个妥善的说辞 另一边 两个末图眼睁睁看着万幸同伴 神魂消散 身陨倒消 悲伤之余 也不免为自己的处境担心起来 他们虽然不曾受伤 然而神魂若是长时间不归位 也是一桩麻烦 更不要说 末巢还在吞噬他们小乾坤的力量 他们是八品不错 但能坚持到了多久 一年 两年 又或者是三年 谁也说不准 事实上 他们此刻已经平白感受到一丝丝疲惫了 虽然不太明显 但那绝对是肉身力量 消耗映照在神魂的缘故 眼下这一丝丝疲惫不算什么 可若是放任不管 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可他们只是末徒而已 身为末族的奴仆 这个时候谁又能给御主们敬言 让他们放弃这次计划 御主们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两个末徒隐隐预感到了自己悲惨的结局 如今只能期望 那人族的境界跟他们的推测的一样 并非八品 而是七品 或者六品 唯有如此 他们才能比对方坚持得更久一些 时间就在这种沉默中流逝 一年 两年 末族御主们毫无变化 依然是老样子 但是两个八品末徒的神魂灵体 已经明显黯淡了 神魂的波动 也显得虚弱至极 仿佛生病了一般 神魂自然不会生病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唯有一种可能 他们在外的肉身 快要坚持不住了 长达两年时间 末朝无时无刻不再吞噬 他们小乾坤的力量 八品也抗不住 肉身的虚弱 映照在神魂之上 自然就出现眼下的局面了 忍了这么长时间 那冒蝶老者终于忍不住了 颤颤巍巍的来到欧迪身边 公身道 大人 可否打开末朝空间 让我二人先行退下 我们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欧迪眼中一片挣扎的神色 老实说 他也不愿在这里平白 再折损两个八品末徒 毕竟之前就已经折损过了 他也愿意让这两个八品末徒活下来 之前不打开末朝空间 是怕阳开也趁机顿逃出去 如今自然也有这个顾虑 可现在不开不行了 不开的话 两个末徒定要死在这里 他就搞不明白了 这个人族怎么比八品末徒还能熬 他之前的推断应该是没错的 如果这个人族真的是八品 数千年来神魂有温神连滋养 定然要比正常八品超出一大减 他既只表现出正常八品神魂的程度 那就说明他真正的修为不是八品 极有可能是七品 七品开天的小乾坤底蕴 自然是比不上八品末徒的 偏偏两个八品末徒都快坚持不住了 那人族却毫无动静 事已至此 只能先让两个八品末徒退下 他们这些御主 在留下与对方继续号 拿定注意 正要打开末朝空间的时候 一直没有动静的温神连内 却忽然传来一道极为虚弱的声音 是急是急 速速打开末朝空间吧 老子也快要坚持不了 咱们这次就算打平了 下次有机会见面再说 还有下次 欧迪眼珠子一瞪 迪鹤道 羞得猖狂 任你有通天手段 此番定叫你死在这里 冒蝶老者 神魂颤巍巍的 仰天无语 若是肉身在此的话 必定老泪纵横 仅有的一线生机 也被那人族给毁了 他默默地退下 与另外一个同伴 寻了僻静角落 收敛自身神魂的波动 尽量减少力量的流失 希望能比那人族坚持得更久一些 温神连内 杨开还在说个不停 这位御主 你这又是何必 那两位明显快要坚持不住了 你不打开末朝空间 他们定要死在此间 我是无所谓的 杀了你们那么多人 如今还能赚两个一起陪葬 不亏 你们那边的御主和八品末图 数量也不多了吧 想想也是 一场场大战下来 我人族伤亡都那般巨大 更何况你们末族 这要是再死两个 损失可就大了 对了 王主的伤势怎样 我人族老祖 可有时常去探望他 大家都是邻居 礼当互相来往 你们就比较见怪 也不见登门来访 好生无趣 别都当哑巴 我人都快要不行了 陪着说几句话也不成 唉 想我一生修行 叱咤风云 虽只七品修为 但莫族 御主也是 展过那么几个的 可惜天度英才 终究是要丧身此地 看在我都快死的份上 问你们个事 能回便回 不能回也就罢了 墨族的墨巢是分级的 一级是上一级的紫巢 那么 王主及墨巢 是谁的紫巢 又是什么 预语出了王主及墨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诸位可否为我解惑 若能告知 某死也瞑目了 御主们坚口不言 不过听着人族自言自语 终于确定一件事 它果然不是八品 只是个七品而已 虽说 它有说谎的可能 但是已至此 说谎又有何意义 更何况 这个情况跟他们之前的推断是一样的 所有这个过躁的人族 定然是七品无疑 耻辱啊 若是八品脚的他们这般狼狈也就罢了 如今居然被一个七品搞成这样 所有御主都不由生出一种耻辱感 若有可能的话 他们恨不得将杨开从温神连里拖出来 叫他尝遍人间酷刑 如此方能解心头之恨 杨开的声音 愈发显得虚弱 罢了罢了 你们既不愿说 那就当我没问 累了 休息会 本章完 第5344章 弟子去眼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沐南飞 大眼福帝第1653代弟子 入门之际 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修行天赋 被宗门高层看重 服以名师悉心教导培养 他也是个努力勤勉的 修行兢兢业业 终不负长辈期望 入门八百载 直进六品开天 晋升之日 本是天高任鸟飞 大展宏图之时 然而宗门也在这一日突发变故 末之战场传来消息 大眼官被末族大军围攻 岌岌可危 大眼福帝紧急调动人手前往支援 他清楚地记得那一日 宗门内所有开天境 不管修为高低 不管男女老少 无论是上品开天 还是下品开天 皆都齐聚一堂 在众多八品神军的带领下 数万大眼开天浩浩荡荡地从宗门出发 奔赴不回关 踏进末之战场 辗转抵达大眼官 局势比所有人想象中的都要恶劣 远处虚空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 那时大眼老祖正在与末族王主争斗 然而以一敌二 又被敌偷袭重创在先 气息已经虚弱至极 大眼官外 末族攻势如潮 将士们死伤惨重 根本来不及休整 所有从大眼福地志愿而来的弟子 在第一时间便投入了战场中 对于这些从未与末族争斗过的新人来说 这一场战争是极为残酷的 许多人甚至刚踏进战场便已魂飞魄散 慕南飞的伴侣 那个陪伴了他五百年的温柔女子 便在这一战中丧生 他沙红了眼 彻底失去了理智 直至筋疲力尽 他已经忘记那一战是怎么结束的了 只知道当他醒来的时候 大眼官已经丢了 守官将士 自老祖使 全军覆没 除了他们这些被莫之力侵蚀 转化为莫图的 自那之后 一晃三万年 当年的新晋六品 如今也已是八品 而且他这个八品 与寻常的八品莫图不一样 因为他是直进六品的 所以他本身的极限便在八品程度 无需借助莫之力来突破自身智骨 可以说 他是一位真正的八品开天 便是比起人族的八品总镇们 也差不到哪去 单打独斗的话 玉主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三万年的莫图生涯 几乎可以说是枯燥至极 直到人族大军前来收复大眼官 如三万钱的血腥战场在线 不过这一次露出颓势的却是莫族 人族收复了大眼 莫族死伤惨重 不得不归缩王城 甚至连玉主及莫巢都丢了一座 王主很愤怒 玉主们感觉很羞耻 发誓无论如何 也要让人族主动放弃到手的莫巢 免得日后消息传递不力 在阻扰人族占据莫巢这件事上 进展是很顺利的 因为人族想要利用莫巢 就必须得心神勾连莫巢意志 在这莫巢空间内 莫族占据绝对的优势 先前几位人族八品被打跑了 人族老祖过来一趟 也无功而返 玉主们都觉得 人族束手无策了 直到忽然杀进来一个奇怪的人族 接连两次出手 四位玉主或死或伤 在所有玉主都以为 死人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他居然第三次杀了进来 又有两位莫徒因他而亡 玉主们与他僵持 如今已有三年之久 那人有温神连护体 事已便是玉主们 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只能期望他的小乾坤 被莫巢吞噬干涸 继而影响他的神魂崩灭 但是三年的等待 穆南飞与另外一个八品莫徒 已经先坚持不住了 在这生命迷流的最后一刻 两个莫徒四心有灵犀一般 齐齐睛睁开了眼睛 四目相对 皆看出了彼此眼中的疑惑 这些年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为何就甘愿沦为莫族的爪牙 为何就甘愿 对人族刀刃相向 这一生 罪孽满身 又岂是一死可以洗刷的 无需言语 也无需商议 两个八品莫徒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绽放出了一生中最耀眼的光芒 虚弱至极的神魂力量 忽然在这一瞬间燃烧 彼此扶持着 化作一道惊鸿 朝一位莫族御主撞去 御主们根本不曾防备他们 他们所有的关注 都放在了温神帘上 或者说是 放在那藏身在温神帘的人族七品身上 这些日子以来 这七品时不时地 便开口过躁一阵 神烦 烦归烦 让御主们稍有期待的是 这家伙的语气 似乎越来越虚弱了 有种行将就木的感觉 好像马上就要死了 偏偏他还不死 始终倔强坚持着 御主们都被恶心得不轻 左右也是 活不下来的 就不能干脆一些吗 两个八品莫图 燃烧了自身最后的神魂之力 朝这边撞来的时候 御主们根本没反应过来 直到那惊鸿撞在了欧迪身上 欧迪才获地扭头 怒容满面 你等作甚 若是正常的两位八品莫图 这般联手一击 便是欧迪在毫无防备下 也承受不住 然而他们太虚弱了 纵是燃烧了所有的神魂力量 这一撞 也只等于再给欧迪挠痒痒 他甚至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惊鸿已散 彼此扶持的两道身影 重新显露出来 不过此时此刻 木南飞与另外一个八品的神魂灵体 都暗淡无光 几乎透明 而且正在急速淡化中 明显马上就要消散了 木南飞却在笑 死得其所也 大眼的列祖列宗 弟子去也 另外一个莫图汉手 同去 同去 画壁 两道神魂灵体 终于彻底淡化 消散 仿佛从不曾险于世间 狱主们静静地望着这一幕 眉头紧皱 心中虽都惋惜 就此丢了两个八品莫图 可更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 这两个八品莫图 在临死前的反应 有些奇怪 没给他们太多思量的时间 强大的神魂力量宣泄之时 一道极为危险的气息 骤然浮现 狱主们大惊失色 扭头回望 只见那温神连不知何时已经打开 那搅和的他们痛苦不堪的人族 就这么站在绽放的花朵之中 契机锁定了一位狱主 一道金光悍然打出 谁也没想到 这个人族会在这种时候抱起犯难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他的状态一点也不虚弱 那神魂灵体凝实饱满 弥漫着逼人的威势 就差一生辉来彰显自身的强大了 怎么会这样 几个狱主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纵有温神连滋养修补神魂 肉身若是坚持不住的话 又有何用 两个八品莫图的结局 便是最好的写照 可看这人族的架势 三年时间的拖延 仿佛对他的肉身 没有半点影响 这不可能 与之前出手攻击不同 杨开这次没有大喊大叫 剧烈的疼痛 依然在冲击神魂 仿佛整个人被撕裂了一般 他强忍着 只为发起这突袭的一击 效果极为显著 狱主们的注意力 都被那两个 莫图的诡异举动吸引过去了 再加上先入为主的以为 他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谁也不曾防备他 第一道舍魂刺正中一位 狱主的神魂灵体 狠狠打入 那狱主惨叫之际 倒飞而出 远远拉开与杨开之间的距离 杨开哪还有功夫管他 第二道舍魂刺 已经朝另外一个狱主攻去 他本是想攻击欧滴狱主的 从之前的交流来看 这个狱主的地位 比其他狱主要高一些 若能将他干掉 或者重创 自然更有意义 只可惜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欧滴距离他稍稍远了那么一些 逼不得已 杨开只能选择进一些 更好对付的目标下手 第二根射魂刺打出时 狱主们的攻击 也朝杨开轰来 不过杨开完全不理会 如今他已祭出了 瘟神连护身 不像之前那样毫无凭借 岂会拒了这些狱主的攻击 狂暴的神魂力量 轰在瘟神连上 只荡出一层层七彩连衣 便无攻而返 反倒是杨开打出去的 第二根射魂刺 瞬间就突破了 那狱主的神魂防护 定进体内 不过他的遭遇 要比第一个狱主好一些 因为他好歹有所防范 舍魂刺并没有全部打尽 还有一小半留在体外 乍一看上去 他仿佛被剑射中了一般 一样的惨豪出口 这狱主跌跌撞撞 朝后退去 神魂剧烈动荡 舍魂刺这东西 无论是炼化还是玉石 杨开都耗费了巨大的力量 威力自然非同反响 他的特殊性 导致了他的局限 任谁得了他 都只能将他当成一次性的杀手锏 搞一次就不可能再使用了 杨开却能反复使用 无非就是借助温神莲 多休养一阵子罢了 又算得了什么事 眼见杨开已经打出两根射魂刺 剩下四个完好无损的御主 才松了口气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个人族 顶多只能打出 两刀那诡异的秘宝 便后继无力了 他是绝无可能再在短时间内 打出第三道的 念头没转完 让他们惊恐的一幕便出现了 杨开张口之际 第三道舍魂刺化作金光 已经打出 便在御主们 心神有所放松的那一刹那 实际把握得刚刚好 这一击比第二击的效果还要好 舍魂刺直接打进 第三位御主的神魂之内 消失不见 又是一阵惊恐哀嚎 整个末朝空间内 神魂跌宕的气息 此起彼伏 有三位重创的御主的 有三位完好的御主的 也有阳开的 一片混乱 本章完 第5345章 各自退去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末末 平静了三年之久的末朝空间 在两位八品末图 最后的生命之光绽放后 骤然变得混乱不堪 神魂冲击中 三个受伤的御主 加上阳开的哀嚎 此起彼伏 完好无损的另外三位御主 纷纷凝神戒备 谁也不敢再有所掉以轻心 鬼知道这人族 还能不能打出 第四道那样的攻击 那秘宝也不知是何物 便是御主们也防范不得 几乎可以说是打出弊重 许久许久 御主们才稍稍放心下来 因为那人族 似乎真的没有在一击的力量了 只看他的此刻的状态就知道 他的神魂灵体 似乎因为巨大的创伤 而扭曲不断 神魂光泽暗淡 仿佛密宝失去了灵性 若非那温神连护持 这样的创伤 足以让他瞬间魂飞破散 三位御主 这才敢去查探 另外三位同僚的伤势 少请 各个眉头紧皱 如之前那几位 被打伤的御主们情况一样 那秘宝 有磨灭神魂灵性的功效 而且极为顽固 短时间内驱除不得 场面一下子变得棘手无比 欧迪的脸色 更是阴沉的 快要滴出水来 六位御主 四位八品末图 足足十位强者的阵容 埋伏在这末潮空间 结果 被人家一个七品开天搅和到现在 只剩下三活三伤的结果了 四个墨图 已经死的一个不剩 算算之前的那四位御主 墨族这边 已经足足有十一位强者 在这个人族七品手上 或死或伤了 欧迪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局势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不过 眼下已经不是与这人族七品纠缠的时候了 十位强者都拿他没什么办法 剩下三个完好无损的还能怎么办 等那人族再修养恢复过来 将他们搞得全军覆没吗 那可就太丢人了 心念动间 欧迪已萌生退役 别的不说 得先让这三位受伤的御主神魂归位疗伤去 死几个墨图对墨族来说确实肉疼 可如今这局势 再死几个御主 就有些伤筋动骨了 然而那人族似乎已经看穿了他的想法 他这个念头方才涌起 正哀嚎不断的人族便咬牙切齿地传音过来 想跑了吗 你等若敢打开这空间 我第一时间就顿走 一句话搞得欧迪心情不上不下 别提多难受了 另外一位御主当即怒声道 小小人族修得猖狂 你区区一介七品 能坚持到现在已是万幸 还能坚持多久 阳开黑黑名笑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不过最起码能比那三位受伤的能坚持 要不要赌一把 那御主冷哼一声 不再废话 如今这局面 摆在莫族御主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是 不管那三位受伤的同僚的死活 继续跟阳开耗下去 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人族七品的肉身 就算再能坚持 恐怕也已经到了极限 若是能在三位受伤的同僚局势恶化前 将他的肉身给耗死 那自然最好不过 不过 不过御主们担心的是 这个人族七品 另有手段补充肉身的消耗 否则他没道理 能坚持三年时间 若真如此 那继续耗下去 就毫无意义 还有一条路 自然就是打开莫朝空间 各自退去 然而如此一来 莫族之前的种种努力和付出 全都白费了 四个墨图也等于白死了 这让御主们如何担心 三位完好的御主神念交流一阵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抉择 温神连中 阳开勉力守护神魂的一线清明 接连动用三次舍魂刺 对他来说 几乎是在生死边缘疯狂试探 然而机不可施施不再来 他估计 下次再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以他如今七品开天的修为 真的对上莫族御主 了不起就是个全身而退的结局 想要打伤或者击杀 还得看天时地利 更要运气 然而 在这莫朝空间中 前前后后折在他手上的御主 和八品莫图 已多达十一位 十二根舍魂刺用的 只剩下一根 这可是能削减 莫族高层战略的最好机会 而且还不需承担太大的风险 无论对他 还是整个人族来说 都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 所以他不愿就此退去 他还想将最后一根舍魂刺用掉 若非如此 他哪有心情去刺激那几位御主 如今的他 用生不如死来形容最好不过 便是温神连的力量 也难以抚平他神魂上的痛楚 纵使处境艰辛 他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心神 来关注御主们的动静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打开这末巢空间 万一打开的时候他没能赶上 那可就真的要被一直困在此地了 似乎还有一件什么事让他感到困惑 不过在神魂剧烈动荡的情况下 他已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思考别的东西了 在他处境艰辛之时 三位完好的御主也在商讨对策 没有太多的分歧 简单的一阵交流后 三位御主还是决定打开末巢空间 因为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那人族七品的肉身并无枯萎的迹象 否则方才他的神魂不至于那么饱满 三年时间 肉身都毫无变化 这人族七品定然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能够保证自己小乾坤力量的充实 再继续耗下去 等他恢复过来 恐怕他们三位也要倒霉 再者说 另外三位受伤的御主也不能留在这里 这对他们疗伤无异 欧迪脸色难看 他几乎可以想象 此番退去 当王主得知此间一切后 会如何雷霆之怒 从大眼撤军 放弃自己的末巢 还可以说是逼不得已 也有王主之命的原因 怪罪不到他头上 但这次事情的失利 恐怕要影响他在末族那边的地位了 然是已至此 又能如何 既已有了商议 那就不再拖延 末巢空间 是利用特殊的手法封锁的 解开也不难 御主们只需再施展那手法便可 不过在打开末巢空间的时候 御主们留了个心眼 在一瞬间开启 三位完好的御主 带着三个受伤的御主 在同一时间顿出 紧接着 在迅速封闭末巢空间 他们期望那人族反应不过来 然后被封禁在里面 不过 结果注定 让他们有些失望 欧迪清楚地看到 当他们离去的时候 那人族欺贫 也迅速顿走 整个末巢空间 一下子变得空荡荡 再无半点气息 人族驻地扶路 末巢中枢所在 阳开闷哼一声 行转过来 一直守护在旁的弓脸 第一时间闪身而来 扶住了阳开摇晃的身躯 高呼道 师尊 阳兄醒了 欧阳烈长呼一口气 小子终于回来了 真是吓死老子 这般说着 大把灵丹不要钱似的 塞进阳开口中 阳开连道谢的力气都没有 连忙炼花吸收 亲眼看着他的状态 慢慢稳定下来 欧阳烈才松了口气 给自己的徒弟打个眼色 招呼他走出了末巢 师尊有什么吩咐吗 公脸好奇问道 欧阳烈道 你亲自去一趟大眼观 汇报老祖 就说阳开平安返回 公脸应了一声 迅速离去 望着自己弟子的身影 欧阳烈提着的心总算放下 不止是因为阳开平安归来 还因为老祖 阳开神魂入末巢空间 三年未归 这是瞒不住老祖 都知道阳开在末巢里面 肯定遭遇了什么意外 否则不可能被困这么久 但到底是什么意外 谁也不知道 只猜测 末祖那边有手段 将末巢空间给封闭了 让阳开没办法归来 消息不知怎地传到老祖那边去了 老祖当即表示 要亲自往王城走一趟 慌得米金伦赶紧拦住 他知道 老祖此去可不会像以前那样 只是远远地展露自身气息 问候一下墨祖王主是否安好 真叫他过去了 他肯定会动手攻打王城 借此给墨祖施压 看是否能助阳开脱困 然而 即便是老祖 孤身攻打王城 也有受伤的风险 米金伦怎允许这种事发生 当即与老祖一番恳切商谈 最后达成协议 等待三年 看事情是否有所转机 若三年后 阳开再不回归 大眼君将随老祖一起出动 兵发王城 之所以定下三年期限 乃是因为 米金伦从欧阳烈这边得到的消息 阳开恢复神魂 大概是需要三年时间 按米金伦估计 阳开神魂一旦恢复如初 僵持的局面 肯定会有变故 如今果然是这样 三年期限刚到 阳开便神魂归来 欧阳烈自然是连忙让公脸去通知大眼官那边 免得那边真的大军出动 跟随老祖发兵王城 那可就无法轻易收场了 有时候 欧阳烈真的想把米金伦脑子凿开 看看里面都装了什么弯弯绕绕的东西 为何总是谋有远见 知常人所不知 不过他也不气馁 对他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最起码 冲锋陷阵便是他的长处 这一点米金伦学不来 而且 他比米金伦更有男子气魄 阳开神魂归位的消息 很快传至大眼观 墨兵立马的老祖 当即表示 要去王城走一趟 探望探望墨祖王主 感谢这三年来 他对自己手下大将的照顾 米金伦这下拦不住 也没去拦 既然阳开无恙 那么老祖出手自有分寸 本章完 第5346章 进不去了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眨眼又三年 阳开神魂上的创伤 终于恢复如初 接连数次的重创疗养 让他的神魂 比起十多年前 足足强了一成左右 如果说十多年前 阳开的神魂力量 堪比正常的刚晋升的八品开天 那么如今 他神魂力量的强度 可就要比刚晋升的八品 超出一截了 这种方式 果然是修行神魂力量的捷径 也是独属于阳开的捷径 没有温神连护持 谁敢这么干 等于是在自掘坟墓 不过在屡次经历那种痛楚的情况下 阳开哪有心情用这种方式来修行 那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除非有一天逼不得已 他要迅速提升自身的神魂力量 才会考虑这种办法 否则 他再不会去想重蹈之前的覆辙了 十二根舍魂刺 十年时间 于末朝之中三进三出 在他手下或死或伤的末族强者 多达十一位 这等战绩 放眼古今也是独一份的 没有哪个开天境 在弃品程度能做到这种事 阳开确知 自己能做到 最大的依仗还是温神连 倒也并非自己实力了得 是以战果虽风 他也不敢妄自尊大 泰国小区墨足 到时候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如今他在考虑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之前在末朝空间中 最后关头那两位墨徒的反应 有些令人奇怪 事实上 阳开当时就注意到 那两位墨徒的反应不对了 但那个时候 他无心多想 只是本能地把握住了出手的最好时机 一道舍魂刺打出 重创墨足御主 随后三道舍魂刺之后 阳开神魂不稳 疼痛难忍 更无精力去思考别的事 如今神魂上的伤势恢复 他自然又一次记起 那两个墨徒 在生命最后时的奇怪动静 种种迹象表明 那两个墨徒 在神魂将散之时 绝对是恢复了自身的本性 否则不至于会对墨足御主发起攻击 只不过 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太虚弱了 纵视联手 仓促一击 也没对那墨足御主造成创伤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摆脱了墨之力的侵蚀 恢复了自身本性 思来想去 杨开隐隐觉得 只有一个解释 那两位墨徒之所以会死 并非因为受伤或者别的缘故 而是因为小乾坤的力量 长时间被墨巢吞噬 导致乾坤崩塌 墨之力 侵蚀人族开天境的根本 便是侵蚀小乾坤 继而扭转人族的本性 被侵蚀的小乾坤都崩塌了 那被墨之力影响的根基便不存 故而他们在生命的最后 找回了自己人族的身份 悍然对一位墨足御主 发起了攻击 所以在临死之前 他们才笑得那么豪漫 那么开心 对一个墨徒了来说 这样的死亡方式 无疑是最幸福的解脱 他曾听闻 当初墨足从大眼观撤离的时候 按照与米经纶的约定 丢下了上百位欺品墨徒 纵使象山等人 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些墨徒 最终不得已寝视老祖 老祖虽是女子 却有果决之心 一败之下 上百墨徒生死盗销 那一败 老祖似是动用了莫名的伟力 让那上百七品墨徒 短时间内 恢复了自身神识的清明 让他们得以以人族的身份 在大眼观内消亡 这是对曾与墨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最好的尊重 那两位八品墨徒的陨落 与大眼观内上百七品墨徒的情况虽不同 却也相同 杨开心中甚畏 最起码 那两位死得其所 若是真的作为墨徒 战死在战场上 那才真的是浑浑噩噩 他们最后的攻击 虽然没有给墨足御主 带来任何一点伤害 却给杨开的出手 制造了良好的契机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们也算是 与杨开并肩作战过了 脚步声传来 杨开抬眼望去 见识欧阳烈 这段时间 欧阳烈时不时地便来查探一番 看看他伤势休养的如何 也不打扰他 看一眼便走 每次过来 杨开的神魂情况 都比上一次要好 纵有过两次经验 欧阳烈也不得不承认 在神魂疗养这一块 温神连的作用 简直无懈可击 身负此等天地至宝 还怕什么神魂受创 小子精神饱满 硬堂发亮 这是恢复了 欧阳烈打去一声 杨开起身道 没什么大碍了 右躬身道 有劳大人护法 欧阳烈摆摆手 小事儿 倒是有一桩事想要问你 请大人试下 欧阳烈凑过来 一脸好奇 这些年 你在末朝进进出出 搞了多少末族御主 杨开嘴角一抽 也懒得计较欧阳烈用词粗笔 老实道 第一趟两位御主 第二趟同是两位御主 第三趟四位八品末图 三位末族御主 加一起的话 总共十一位 欧阳烈就听得眼皮子直跳 想当年那一战 他舍身搏命 于万军之中冲锋陷阵 险些把自己性命搭上 才斩了一个御主而已 杨开着来来回回的 居然搞了十一个 完全没法比啊 望着面前这年轻的面孔 欧阳烈心头一叹 有种前浪要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感触 不过更多的却是欣慰 后浪有出息了 他们这些前浪才能后继有人 末朝空间中的争斗具体怎样 欧阳烈不知道 但这些年来 也从米经纶那边听到一些散碎情报 知道杨开能做到这种程度 似乎是借助了老祖赐予的一种奇特秘宝 再浮以温神连 这种事 旁人压根没办法效仿 杨开补充道 可以确定的是 那四位墨徒都已经身死到萧了 其位御主不知情况如何 欧阳烈大笑一声 其中一位必然是已经死了的 前次听你米氏书提过 老祖前往墨族王城 探望那墨族王主的时候 正好感受到 一位御主气息萧王的动静 而且 死的应该也不止一位 杨开汗手 那弟子这些年的努力 就不算白费 大人今日来得正好 弟子准备再去墨朝空间走一趟 还需大人护法 欧阳烈神色一速 与众心肠道 小子 是不过三 你这在墨朝空间进进出出 搞了墨族十一位强者 不能再搞下去了 容易出事 如今是 咱们占了大便宜 墨族肯定要有所针对 杨开摇头道 大人放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趟或许不需要与墨族争斗了 当然 若是真的需要他也不拒 还有一根舍魂刺他 正想用出去呢 怎么说 欧阳烈不解询问 杨开道 非弟子隐瞒 只是有所猜测 不敢断定罢了 走一趟便知晓 欧阳烈深深瞧着他 一时间有些难以抉择 不知该不该放任他继续行动 杨开道 若是弟子数日内不回 那定然是在墨朝空间内 遭遇墨族王主了 届时还需请大人告知老祖 请老祖救命 墨族御主拿他 肯定是没什么办法了 如今真要对付他的话 只有王主亲自出手 然而王主这些年 日子也不好过 一身伤势不见好转 还要随时提防笑笑老祖的气息压迫 哪有闲心来对付他 所以杨开觉得 自己这一次过去 在遭遇袭击的可能性不大 欧阳烈嘴角一抽 你倒是不客气 也罢 便与你去一趟 不过万事小心 若有不对立刻退回 可不要再像上次那样 数年没有动静 弟子省得 杨开公身应道 言罢 催动小乾坤之力 敞开小乾坤门户 任由墨朝吞噬自身天地伪力 心神勾连墨朝意志 以天地伪力为桥梁 准备进入那墨朝空间 须于 欧阳烈好奇地瞧着他 你做什么呢 杨开眨眨眼 扭头道 进不去了 进不去是什么意思 欧阳烈听得一头雾水 杨开道 那墨朝空间进不去了 之前弟子心神勾连墨朝意志 自然而然便感应到了那空间所在 随意进入其中 如今那空间仿佛消失了 真假 欧阳烈惊讶不已 我来试试 杨开也不阻拦 收了自身力量 让欧阳烈亲自尝试 片刻后 欧阳烈露出亚然神色 真的进不去了 这是为何 杨开沉吟道 如此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 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 咱们这座墨朝 被墨族踢除出去了 换句话说 墨族那边斩断了与咱们这座墨朝的一切联系 墨族能做到这事 欧阳烈诧异的不行 杨开解释道 根据弟子的理解 墨朝空间的情况是这样的 每一座墨朝都有自己的意志 不过并无思维 所以只能算是死物 墨朝的意志可以化作那诡异空间 以此为平台 攻下及墨朝在其中沟通 联络 互相传递消息 如大眼战区这边 王主及墨朝意志所化的空间 便是最高级的平台 可以让所有御主及墨朝意志进入其中 同样的 咱们这座御主及墨朝的意志 也可以化作一个平台 让衍生出来的领主及意志进入 当然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领主及墨朝 无法验证这一点 御主及墨朝与王主及墨朝 是下级和上级的关系 前者是由后者衍生孕育而来 后者恐怕有完全的掌控力和支配力 如果后者有心 将与前者彻底斩断联系的话 未必就不可能 否则没办法解释眼前的情况 本章完 第5347章 孕育子朝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欧阳烈文言 默了半赏 开口道 就好比一个老娘生了一群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 带着咱们这些恶客 去家里搞风搞雨 结果老娘发怒 把那个儿子逐出家门 断绝了关系 杨开哭笑不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欧阳烈迟道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偏跟米大头一样 说话弯弯绕绕 没得把人给绕糊涂了 杨开爽快道 是弟子考虑不周 欧阳烈一摆手 欣然道 如此说来 墨族已经彻底放弃 咱们手上这座御主及墨巢了 杨开汗手 硬是如此 欧阳烈大笑一声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早在当初 米金伦要求墨族将这墨巢留下的时候 便有意借助此墨巢 来打造人族的情报网 只不过即便是他 当初也没料到 墨族那边 会在墨巢这件事上 针锋相对 毫不退让 结果搞得束手无策 杨开这边出马 十年光景 竟然墨族主动放弃了墨巢 这下子 米金伦的初衷可以达成了 杨开也有些意外 他出手只是想对付那些墨族御主 没想到到头来 连这墨巢也一并彻底夺了过来 那王主及墨巢 虽然彻底斩断了 与人族手中御主及墨巢的联系 但御主及墨巢 并没有因此而枯萎 就其根本 这一层联系可以斩断 王主及墨巢意志所化的空间 可以拒绝御主及墨巢意志进入 但彼此之间 上下级的关系 却永远也是无法斩断的 换言之 只要墨族王城那座墨巢不被摧毁 人族手上这一座御主及墨巢 就会平安无事 米大头若是知道这边的消息定要欣喜 我且去知会他一声 欧阳烈说着便离去了 带他走后 阳开再将心神沉静 敞开自身小乾坤的门户 勾连墨巢意志 虽说进不去王主及墨巢意志所化的墨巢空间了 但勾连眼前的墨巢意志 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也不用再防备 可能会有的袭击 没了干扰 阳开轻松将整座墨巢掌控 心神洞间 仿佛墨巢便是他的化身一般 墨巢的种种能力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毕竟也是有过很多次经验 且不说眼前这座墨巢 便是之前在墨族腹底 他便勾连过不少墨巢意志 事已对此并不陌生 只不过那个时候 他没心情搞别的东西 所以对墨巢的功能 也没有太多探索 如今不一样了 人族要利用这御主及墨巢 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自然是了解得越清楚越好 虚余 阳开大致摸清了 这墨巢的种种能力 闪身来到墨巢所在 大把大把的资源投入其中 安安控制 墨巢吸收炼化这些资源的力量 墨巢是每一座墨巢极为重要的地方 也是墨巢力量的来源之处 无论什么样的资源投入其中 都能很快化作墨巢的养分 利用这些养分 墨巢可以孕育出新的墨族 可以衍生出自己的紫巢 甚至彼此间传递消息 维持自身意志所化的空间 都是需要能量支持的 阳开当然不会催动墨巢 来孕育墨族 他要先搞一个紫巢出来 他的小乾坤 需要一座紫巢 让虚空到场的弟子们 早日熟悉墨族的特性 人族筹建情报网 更需要大量紫巢 同时也要验证他 方才与欧阳烈所说的猜想 看看作为更高一级的墨巢 是否能够斩断 与自身紫巢的联系 这般斩断之后 还能不能重新恢复 如果不能恢复 对人族来说 自然是好事 那意味着人族日后 可以放心大胆地 使用这座墨巢 如果可以恢复 那就要小心谨慎了 因为谁也不知道 墨族那边 什么时候会突然恢复彼此联系 窥探人族情报是小 若是忽然对作证墨巢的人族将士 发起攻击 就是大了 在他的控制下 墨池中的大量资源 很快被炼化 所有能量 都朝四周的肉壁处聚集 很快 那肉壁某处 便鼓起一个肉流来 只瞧了那肉流一眼 杨开便有些不忍直视 无他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 那肉流之中 郁郁出来的 并非自己想要的紫巢 而是一个墨族 初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杨开也不气馁 不等那墨族完全郁郁出来 便将之灭杀 再动手尝试 接连失败了数次 有气息闯入墨巢之中 正是得知消息赶来此地的米金轮 不止他一人 向山 刘芷平 这两位军团长 也都来了 算上欧阳烈的话 可以说 大眼四大军团长 齐聚此地 可见 上头对墨巢这边的重视 杨开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尝试 上前建立 基本的情况 众人已从欧阳烈那边知晓 此刻 见了这边情况 心知杨开应该在尝试催化紫巢 向山当即开口问道 进展怎样 杨开摇头道 试了几次 没有成功 向山汉守 墨族那边 既能御御出紫巢 没道理咱们不行 几次不行 就再多试几次 一试不凡二试 墨巢的事既然由你解决 那就由你来催化紫巢 弟子遵命 杨开应道 刘芷平鼓励道 好好做 此事做成 我亲自向老祖给你请功 杨开谦逊一声 弟子分内之事 不敢鞠躬 米金伦笑道 十年见或杀或伤莫足十一位强者 这等破天大功若是不少 也显得我大眼君制度不明 好好想想吧 有什么想要的 等此件事必 一并提出 不过分的话 都可以满足你 杨开也没什么想要的 无非就是 想要一座子巢而已 之前诸多动作 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不过米金伦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也不再啰嗦 当即道谢一声 向山又问了一下 这些年来 杨开在那末朝空间中 与末族御主们的争斗过程 杨开自视 事无巨细 一一告知 听得几人眉头直跳 便是欧阳烈也如此 他虽然知道结果 却没有问过杨开详细的过程 如今才知 杨开那一套打法 实在是太无赖了些 换他们是末族御主也抗不住 除了放弃这座末朝 根本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对杨开来说是不过三 对末族那边来说 何尝不是如此 是已在杨开三进三出末朝空间之后 那边果断放弃了 他们可没有太多的御主 和八品末图 继续折损下去 大眼官还在休整之中 军团掌门也挺忙 将这边的事 交给欧阳烈和杨开之后 向山等三人很快便离去了 欧阳烈是个甩手的 所以催化末朝子朝这事 还得落在杨开头上 他也当仁不让 不过为了此事 关内那边很快 争掉了一大批资源过来 毕竟杨开出力 总不能资源也让他一并出了 没这个道理 有了这些资源的支持 杨开更是放心大胆地尝试起来 一次次的失败 让杨开终于把握住了规律 心神勾连末朝意志的时候 他可以控制整个末朝 借此调动末尺的力量的输出方向 末朝肉壁那无数流坑 是孕育末族的地方 若是让末朝的力量 涌入这些流坑 自然会有的新的末族诞生 不过 若是将所有力量凝聚在末尺内 不让其流出 当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时 便能衍生出紫朝 杨开也是失败了好多次 才找到这个办法的 他之前一直在寻找孕育紫朝的位置 有鉴于那些流坑 是孕育末族的温床 他以为 紫朝也是从某一个流坑孕育出来的 最后才发现不对 紫朝是从末尺里直接孕育而成 既找到了办法 那事情就简单了 在投入了大量资源的前提下 杨开控制着末朝的力量 不断在末尺内凝聚 待到某一刻 那墨池之水翻滚着 似有什么东西 正要冉冉升起 杨开感知之下 清楚地察觉到 那赫然便是 一座崭新的紫朝 池水被分开 一个通体漆黑 仿佛为绽放的花孤朵 分流而出 一如当年 他在扎古领主那边见到的紫朝 杨开小心翼翼地取下 长呼一口气 大功告成 不过算了算 孕育这座子朝花费的物资 他也不禁暗暗择舌 怪不得那些拥有自己 末朝的领主们 都将这东西看得极重 而大多数领主 都空有领主的实力 却无属于自己的末朝 想要孕育出一座子朝 花费确实不小 只有极少数的领主 才有这个资本 这才只是领主及子朝而已 可以想象 想要预预出一座预主及 末朝的花费只会更大 恐怕要以几十倍上百倍来算计 欧阳烈得训而来 望着杨开手中那一朵 都没有巴掌大的紫朝 嘖嘖称奇 末朝刚诞生 是这鬼样子 确实如此 弟子之前在一位领主手中见过一次 与此物毫无差别 接下来要如何做 欧阳烈问道 杨开道 这末朝虽然郁郁出来了 但孵化他 同样需要大量资源 弟子有意 将之安置在小乾坤中 且做观察 若是一切顺利的话 在郁郁旁的紫朝 以供筹建情报网之用 拖 欧阳烈汉手 杨开不惧末之力侵蚀 所以将末朝安置在小乾坤中 也没什么关系 换作旁人 肯定没胆子干这事 本章完 第5348章 齐拜日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人族对末朝这东西的了解实在太少 许多方面都半知半解 就比如说这一次 洛飞扬开孤身闯入末朝空间 借助温神连和舍魂刺 让末族御主损失巨大 人族也不会知道 末朝空间居然还可以封闭的 上级末朝 居然还能斩断与下级末朝之间的联系 末朝乃是末族的根本 若是能将末朝的秘密 全部挖掘出来 那人族日后对付末族 或许要少吃很多亏 大眼君手中 这一座御主及末朝 就显得尤为珍贵 小乾坤中 杨开将那一座领主及子朝 寻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安置 再以自身天地为力 将这附近偌大一片区域 分为禁区 如此一来 生活在小乾坤中的所有生灵 无论是人族还是小十族 都不可能靠近这一座末朝 便可避免它遭到不必要的破坏 人族还好说 纵然不经意来到这附近 面对这诡异的东西 怕也不会忘动手脚 小十族就难说了 这个种族灵至低下 形式全靠本能 天知道 他们看到 末朝会是什么反应 孵化末朝并不困难 当年他亲眼见着扎古领主 孵化自己的那一座末朝 所以对这是多少有些头绪 事实上 当他将那领主及末朝 带进小乾坤的时候 他便察觉到 这末朝有了一些异常 根据他这么多年 对末朝的认知 几乎可以认定 末朝是一种活物 并非死物 因为每一座末朝 都有属于自己的意志 只是那意志没有思维罢了 既是活物 那自然会有本能 末朝的本能 便是吞噬各种各样的能量 化作自身养分 尤其是天地伟力 对末朝来说 简直就是 世上最可口的美味 阳开小乾坤之中 自然不缺天地伟力 到了这地方 末朝会有反应 也不奇怪 没去压制 任由他吞噬吸收着 随着自身天地伟力的疯狂流逝 那不到巴掌大小的末朝 以肉身可见的速度整张着 而且 或许是因为 阳开一身天地伟力足够精粹的缘故 这一座 末朝的成长速度 远甚他当年在扎谷那边看到的速度 小乾坤中 短短不过数日功夫 末朝便已成长到一人高 又过数日 已有数丈 在数日 如高楼 须抬头仰望 一月功夫 小小末朝扩张至巍峨巨物 虽然他还可以继续成长下去 但在阳开的感知下 再如何成长 他也不可能如之前那般迅速猛增浪 顶多只是一点点地增加着 到了这个程度 基本已经差不多了 阳开控制着自身的天地伟力 涓涓往内灌入 那如巨大花孤朵一般的末朝 在书章收缩之际 浓郁的墨之力涌出 朝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若是阳开不加以限制 这墨之力 注定会扩散至整个小乾坤 到时候 必定要生灵涂炭 所有人族和小十族 怕都要化作墨图 不过 这里是他的小乾坤 他一念之间 便可主宰一切 之前以自身伟力 封禁的偌大区域 便是墨之力扩散的极限位置 这里 也将是他圈养的墨足 活动的范围 即至这整片区域 变得适合墨足生存 阳开才停止动作 接着开始利用墨朝 孕育墨足 小乾坤中 如今的虚空道场繁荣昌盛 选自整个虚空大陆的 精锐舞者汇聚一堂 个个都是天赋出类拔萃者 事实上 天赋若是低了的话 也进不了这虚空道场 道场拥有比大陆任何一家宗门 都要丰沛的修行资源 优渥的修行环境 还有大量藏书 更有许多常人无法接触到的机密 整个虚空道场 在数千年的运转后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机制 道场的精神源头 自然是道主阳开 传说整个虚空大陆 都是他的小乾坤所画 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他的小乾坤之中 不过道主虽让人敬仰 却也只是传说中的人物 道场名面上的主事人 是场主和执事们 场主和诸多执事的修行资质 未必比道场的弟子们要好 他们的未来 也比不得道场的弟子们 但胜在年纪够长 阅历够足 皆都是 来自虚空大陆 各个顶尖势力的帝尊敬 乃是成熟稳重之辈 负责处理道场中的一些繁琐之事 寻常时候 场主和执事们 也不会去管理道场弟子们的修行 说实话 很多时候 他们也管不了 因为无论是天赋 还是如今的实力 他们与一些道场弟子 都有差距 他们所能做的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上的照顾 和后勤的协助 不知从哪一年起 道场多了一个习俗 每一年的最后一天 道场弟子都会在 场主和执事们的带领下 焚香祈拜道主扬开之相 祈求来年道场弟子们 武运红通 那是一座巍峨巨大的雕像 便屹立在虚空道场 正中央的广场之上 据说是出自第一任 虚空道场的场主之手 因为那一任场主 都亲眼见到过 道主真容的 每一年的这一天 也是道场最热闹的一天 只要不是有重要的事情缠身 又或者逼了死官 一般道场弟子都会道场 这一日 又是焚香祈拜之日 数千弟子 在场主和执事们的带领下 按部就班的焚然天香 跪地叩拜 弟子们在期待 接下来数日的热闹 因为每次祈拜日后 都是弟子们下场 切磋教计的时候 也是检验这一年 所学成果的时候 尤其是对那些 入选道场时间不久 实力不高的弟子来说 这几日可是需要 好好把握的 因为他们 可以找那些前辈们讨教修行上的问题 寻常时候 这些实力强大的前辈们 都在闭关 想找都找不到 同时 道场的方式也会开启 供弟子们在其中 逃选自己钟爱之物 焚香祈拜 如今已然成了虚空道场的一个重大节日 连带着整个虚空大陆 都受此感染 在这一日凡俗中 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一切都如往年 波澜不惊 不过就在 齐拜仪式进行到最后关头的时候 忽有一股不正常的力量波动 跌宕而出 广场之上 所有人都豁然抬头 仿佛受到了某种指引 朝那雕像望去 入目所见 新潮澎湃 无他 那本是死物的雕像双眸 此刻静意一生辉 灵欲十足 整个雕像仿佛都要活了过来 那雕像双眸扫尸之下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 正被静静地观望着 人群瞬间骚动 这是道主显身了吗 莫说那些普通的道场弟子 便是场主和执事们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不解间 一道神念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开 传递出一道讯息 虚空世界 有莫滋生 危害巨大 放任不理 避讳生灵涂炭 大陆崩灭 道场弟子 当为天下之表率 斩没除邪 择无旁贷 同样的言语 来回循环了三次 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雕像已无半点异常 安静了片刻之后 弟子们喧哗起来 或三五成群的交流 或神念涌动穿梭 大多数道场弟子 都是帝尊境 自然可以猜出 方才定是道主 见那雕像传讯 几乎可以说 这就是道主的指引 但是虚空大陆 有莫滋生 莫族之士道场这边 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知道道主 如今所处的环境 正在与莫族 进行一场 旷日持久的大战 而且从虚空世界 走出来的舞者 也将与道主 并肩作战 随时都有陨落的风险 若不做个这个觉悟 是没资格 踏出那一步的 但他们从未想过 有朝一日 这虚空世界 竟也会出现 莫这种东西 是道主在外间的 战斗不利 导致小乾坤 被莫侵蚀了吗 没人知道答案 但道主 方才传达的训练 明显还残留着 一道指引 指引着某个方向 道场场主 与几位 只是简单的商议一阵 决定顺着这个指引 前去一探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虚余后 三道身影冲天而去 朝道主指引的方向而去 剩下的执事们 安抚着众多弟子 约莫数日后 从道场出发的三道身影 顿住身形 凝视着远处那墨色的虚空 那边的虚空 似乎被墨汁浸染了一般 有无比邪恶的力量在翻涌 居中那位年纪老迈的 场主宁声道 虚空大陆 日后再无安宁了 只远远观望 便能察觉到 那边墨色力量的邪恶 若是轻身对阵 又该是何等光景 左边一位 直视若有所思道 虚空世界自道场出现以来 便成平已久 弟子们的修行 缺少坎坷磨练 眼下这情况 或许是改变的机会 虚空道场出现之前 大陆上还有不少争斗 各大宗门争抢地盘 人才和资源 每每都会大打出手 屠宗灭派是常有之事 可以说 那个年代 虚空大陆上的武者修为 虽然普遍较低 也没有太多天资出众者 但成勇斗狠者 却是比比皆是 但虚空道场出现之后 整个大陆的武者 都将重心放在了道场上 都以自家弟子 被道场选拔为荣 谁还去关心 细枝末节的小事 没有大规模的争斗 是好事 因为这样就能少死很多人 也是坏事 所有武者都在 顺境之中成长 缺少了生死之间的 感悟和魔力 这样的弟子 便是修为再高 若真遇上什么大事 恐怕也难以为以重任 本章完 第5349章 修整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许多年前 道场的一些高层 便看出了这一弊端 只不过没有合适的办法去解决 总不能挑个由头 让道场弟子们 自相残杀吧 各大宗门之间 纵然有些龌龊 竟由道场弟子出面说何一番 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 毕竟如今每个大宗门 都或多或少有几个弟子 在道场中修行 莫的滋生 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麦场主若有所思道 你的意思是说 眼前局面是道主有意为之 那只是盲白手 道主什么想法 我这等小人物 可不敢妄加揣测 我只是就事论事 老麦场主略意沉吟 不再多说 确实如这个指示所言 莫的出现对虚空大陆来说 未必就是坏事 道场弟子日后 可以借助这边来磨砺自身 那说话的直视 左右观望一眼 道 此地亦是适合祖基之所 若是能再次建立一道防线 以道场弟子为主力 各大宗门为府 当可阻拦莫的蔓延 护虚空世界凡人安宁 老麦场主微微汗手 善 有了决意 三人留下一人 监视那边墨的动静 剩下两人急速返回道场 紧接着 整个虚空道场的力量 都被调动起来 道场弟子 来自虚空大陆的天南海北 他们一被调动 其身后的宗门力量 同样也跟着动了起来 须于不到一月功夫 空旷荒野之地 便出现一座巍峨城关 瑶队墨色所在 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这边城关刚刚建好 便有大批长得奇形怪状 浑身墨色笼罩的怪物 恭喜而至 虚空大陆的武者 与墨族无数年的争斗 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墨族 尽管这些墨族 都只是一些尚不得台面杂兵 激战中 道场弟子们表现优异 杀敌无数 然而大意之下 总有不小心被墨之力尽燃者 被墨之力尽燃之人 皆都失去了本性 与墨为武 为虎作仓 至此之时 道主又传下令狱 赐下去墨丹的炼制之法 以此对抗墨之力 这才化险为夷 数次大胜 道场弟子有意反攻 以绝后患 然而那墨之力笼罩之地 危机丛生 让人举步维艰 反攻之际 只进行到半途变夭折 不得不重新退回城关 养精蓄锐 时间流逝 一晃数年已过 阳开徐徐睁开眼睛 自家小乾坤中的情况 已经算是稳定下来了 由他自身小乾坤供应能量 那领主及墨巢 便能源源不断地孕育新生墨族 待到这些墨族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便会去攻袭人族的城关 以此魔力道场弟子 眼下这些墨族的实力不算多高 毕竟成长期太短 道场那边可以轻松解决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实力高的墨族出现 相信那边应付起来 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阳开此举主要是练兵 让道场弟子 提前熟悉墨族的种种特性 自然不会让事态发展到失控的地步 所以 无论墨族这边如何成长 都将有一个极限 不可能出现超越道场的力量 如此做法 对他是有不小负荷的 毕竟墨巢吸收的力量 乃是他小乾坤的天地伟力 阳开本已准备好大量的资源 以供墨巢炼化使用 不过很快他便发现 自己有些多虑了 墨巢孕育墨族 道场弟子杀伤墨族 这本身便是一个生死轮回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小乾坤居然也能滋生出大量的天地伟力 虽然比不得被墨巢吞噬的消耗 总好过一味的付出 如今的情况是 阳开的小乾坤有付出 也有不小的回报 两者虽未持平 不过比阳开最初的预计要好很多 再服役一些资源 给墨巢炼化吸收 他小乾坤中天地伟力的损失 便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小乾坤内如今的情况 就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墨之战场 看样子自古以来 人族在对抗外敌这件事上 始终有着难以言喻的默契 他也没有详细指点 道场那边该怎么做 可道场的做法 与墨之战场的人族如出一辙 建造城关 以城关为凭 对抗外敌入侵 自身小乾坤的事 就此告一段落 阳开相信 下一次再有弟子从小乾坤中走出 将会与之前走出来的那些 拥有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那是杀法 私混墨之战场 不通杀法可不行 他很期待 这数年时间 他也将人族手中这一座 御主及墨巢研究透彻 借助他的力量 孕育了一些领主及子巢 欧阳烈将之送往大眼关 米金伦那边已经安排人手 在不同的地方将之孵化 试验情报网一试 结果很顺利 那一座座领主及子巢 可以轻松地借助 御主及墨巢的空间 彼此联系 无论距离多远 都不受限制 这个距离到底有没有极限 人族暂时还不清楚 此事还有待验证 不过关于墨巢空间封闭 上级墨巢切断 与下级墨巢联系之事 这边已经试验清楚了 此事是由阳开亲自着手的 因为这几年 他一直坐镇在 御主及墨巢中 要试验这些东西 自然要他动手思维 当人族的强者 勾连那几座领主及意志 进行交流的时候 阳开发现自己 纵然不刻意查探 也能够全盘感知 因为他们交流所在的空间 便是他坐镇的 御主及墨巢意志所化 他可以洞悉其中的一切 阳开更可以催动墨巢意志 将那墨巢空间彻底封锁 就如他当初在 墨巢空间中遭遇的情况一样 同样的 他也可以针对某一个领主及意志 将其与自身的联系屏蔽 或者彻底斩断 屏蔽的话 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若是彻底斩断 那就不可逆向恢复了 等于永远割舍了彼此间的联系 用欧阳烈的话来说 便是老母亲将逆子赶出了家门 永远不许其再进门 这些试验的结果 对人族而言 是极为宝贵的 若是之前便知道这些情报 杨开也不至于被困在墨巢空间三年之久 不过如今 杨开也搞不明白 墨族的王主及墨巢那边 到底是屏蔽了自己坐镇的御主及墨巢 还是彻底斩断了 若是后者 自然最好不过 以后大家互不相干 若是前者的话 那就要小心一些了 万一墨族那边重新恢复了联系 极有可能会即可发起攻击 让坐镇墨巢的人族强者吃个闷亏 所以 坐镇御主及墨巢的话 还需得小心谨慎 随时以防不测 大眼观 陈希庭园之中 杨开不在的这许多年 陈希分配到的这个庭园 被几个女性队员打理的花团锦簇 处处飘香 庭园之中 更有小桥流水 颇有田园意境 此刻 后院之中 太师已上 笑笑老祖慵懒地躺着 眯眼晒着太阳 一副惬意至极的样子 杨开便苦着脸站在一旁 他是奉命回来休整的 末朝的事 已经告一段落了 该摸清楚的 都已经摸清楚了 末朝的种种性能 他已传授给了过去 接替他坐镇的那一位八品开天 有那位八品坐镇其中 也没什么让人不放心的 不过杨开估计 以后坐镇末朝之人 恐怕要轮值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跟他一样 可以无视末之力的侵蚀 八品开天修为虽然强过他 但在抵挡末之力 侵蚀这件事上 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 坐镇末朝之人 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 频率会很高 既有八品接手 阳开也乐的轻松自在 果断返回关内 这些年大眼重建之事 他一直没有参与 基本上一直在因为末朝的事 跟末族纠缠 这十多年过去 再回大眼 发现 已经完全变了个样 整个大眼观 处处透着一种肃杀的氛围 这一点 末族占据的时候 是不曾拥有的 这个时候的大眼观 才重现人族重器的一丝风范 人族的关爱 只有在人族手上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大眼观的重新修整 还在继续 没有百年时间 是无法周全的 毕竟整个关爱 有太多的阵法 密宝需要重新规划布置 其实阳开有些搞不懂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今大眼战区的末族 已经元气大伤 根本没有能力再来攻关 大眼观布置与不布置 并没有太多区别 以眼下的局势来看 只要人族这边不放松警惕 大眼末族 休想有恢复过来的一天 而且 若他估计没错 人族的远征 应该为时不远了 到时候 人族大军主动出击 大眼观的种种布置 又能用在何处 不过他虽疑惑 但高层既然这么做 定有自己的道理 他还没有自大到要质疑的程度 返回陈希的庭园 恰好整个陈希的队员 都在轮休之中 先前整顿大眼观 陈希众人一直在忙碌 最近两个月才得了空闲 不过再有一个月 便又要去帮忙了 彼此一番闲话 杨开忽然想起一物 连忙取出 却是当年 他前往风云关那边报训 得风云关那位老祖赐下的黄牛肉 本就是准备给队员们煮汤喝补补身子的 这些年一直在末朝那边忙碌 也不得空闲 今日正好是个机会 本章完 第5350章 强塞的赏赐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说是补身子 其实也没这效果 不过是普通的黄牛肉 陈希这边最差也是五品开天 便是风云关老祖赐下之物 既无灵性 也不过是一口吃食而已 不过好歹也是老祖亲自赐语 象征意大过十计 趁着大家都有空闲 杨开便取出来 雨露均沾了 直到 这是风云关老祖赐物 没说别的 陈希一群人 自然是期待万分 冯英领着几个女性队员 亲自打理牛肉 烹煮熬汤 沈熬等人则搬来长桌圆凳 摆上果盘 取来美酒 准备大块朵頤 在这末之战场中 难得有这样 大家齐聚一堂 共聚休闲的日子 众人自然都倍感珍惜 便是还在养伤中的宁齐志 也被扶了出来 多年休养 宁齐志的伤势 已经大为好转 应该用不了多少年 便可完全恢复了 陈希队员们 在那边举杯好饮 高谈阔论 好不自在 老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完全是闻香而动 也不知老祖这鼻子 是怎么长的 这边煮汤的肉香传过去 他便湿湿然跑过来 准备奋一杯羹了 自然没人敢不欢迎 老祖轻致 对陈希所有人来说 都是莫大荣耀 唯有杨开 愁眉苦脸地站在老祖身边 抬头仰望那悬挂在半空中的 一轮大日 感觉自身小乾坤的力量 就跟泄渣的洪水一般 往外流逝 苦着个脸给谁看呢 不过是叫你弄点阳光来晒晒 又有什么打紧 笑笑老祖 眼皮都不抬一下 不满地嘀咕道 杨开砸嘴道 可是老祖 维持着神通法香 弟子消耗很大 那悬挂在半空中的大日 哪里是什么真的大日 完全就是阳开的神通法香 金屋住日罢了 那大日之中 金屋正在嬉戏提名 也不知道再开心个什么 与主人的愁眉苦脸 形成鲜明对比 笑笑老祖喜欢晒太阳 这还是在他小乾坤中养成的习惯 在猎户夫妇膝下成欢的日子 猎户便亲手为他打造了一把藤椅 大大的藤椅 将小小的人完全兜住 让他可以坐在院子中 这般悠闲自得 作为娇叔先生的杨开 无数次看到笑笑老祖 在自家院子中这般惬意 猎户夫妇终究是凡人 百五十年的寿县 化作黄土一捧 百多年时间 在笑笑老祖辉煌的一生中 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但杨开却知 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对笑笑老祖来说极为重要 无论时间如何流逝 他恐怕都不会忘记百多年的点点滴滴 关键时刻 冯英前来就场 牛肉汤煮好了 成了一碗端过来 杨开亲手接过 恭敬递给老祖 宁老用膳 笑笑老祖这才睁眼 坐直了身子 接过大碗仰头喝起 杨开趁此机会 赶紧收了自己的神通法香 笑笑老祖喝着汤还瞥他一眼 杨开装没看到 不过几细功夫 一碗肉汤便喝得干净 老祖毫无形象地 拿自己人衣袖 抹了抹油腻腻的嘴巴 瞥嘴道 推斑小气 杨开掏了掏耳朵 笑笑老祖道 说那老头子呢 你好不容易过去一趟 他就给你这东西 杨开道 那还能给啥 我也不敢开口讨腰啊 笑笑老祖指点他 下次有机会见他 找那头上一脚断了一截的老牛 割一刀肉 那肉大补 吃一口 胜过你百年苦修 说话间 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杨开连忙闪身遮挡 这模样被陈希队员看到了 只怕威严荡然无存 老祖不在意形象 他得帮着维护 心累 那牛 有讲究 笑笑老祖道 就那一头 老头子养了很多年了 灵性着呢 其他的都是那头老牛的牛子牛孙 老头子经常拿出来赐给下面人 你们偏偏荡成什么好东西 感恩戴德的 杨开仔细回想了一下 当日见风云关老祖的时候 确实有一头老牛头上一脚断了一截 笑笑老祖口中的很多年 只怕都要以千年万年来计算了 那怕是一头强大的牛腰 杨开把头摇成波浪鼓 不敢不敢 且不说他是不是那牛腰的对手 真要在那牛腰身上割一刀肉下来 风云关老祖 岂会跟他善把甘休 笑笑老祖想吃那牛肉 却来怂恿他 好没道理 正说着话 一声大笑 忽然从外间传来 好浓的肉香 养小子 这是知道有客登门 提前有所准备了吗 随着声音的传入 徐灵公大步而来 身后跟着自己的两个弟子 青葵和苏映雪 豪迈而来 抬眼见得老祖 徐灵公顿时收敛笑容 如小媳妇见公婆一般 公公静静来到老祖面前行礼 宁老万安 说话间 给杨开打个眼色 那意思再问 老祖怎么在这 杨开回个眼神 那意思是说 老祖来讨吃的 徐灵公心领神会 表示我明白了 笑笑老祖贪嘴的是 整个大眼君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其实他今日过来 也没别的事 只是之前攻打 末族王成一战中 他受伤不清 夺回大眼之后 前几年一直在疗伤 后面杨开在处理末朝的事 彼此一直没照面 今日听闻杨开回了大眼 便过来见一见 谁曾想碰到笑笑老祖 这就有些不自在了 笑笑老祖 虽说平易近人 没什么架子 但毕竟是老祖 整个大眼 除了杨开敢在他面前 没个正形 谁还敢如此放肆 也不与杨开续就什么了 在沈敖等人的招呼下 带着两个弟子入席 与陈希队员喝汤拼酒 很快融入其中 这边笑笑老祖又喝了一碗肉汤 咋咋嘴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杨开在去乘第三碗的时候 老祖拦住了他 是不过三 这东西两碗就够 再喝第三碗 就没什么意思了 杨开很想说 您吃糖葫芦肉包子的时候 怎么没见说是不过三 笑笑老祖似有所查 皱眉道 你在想什么 杨开果觉道 啥也没有 老祖轻哼一声 开口道 末朝空间 孤身一人独斗末族强者 以七品之身 祸杀祸伤末族御主八品末徒十一位 功劳巨大 说说吧 有什么想要的 不过分的话 我都满足你 这是米金伦之前跟杨开提过 不过杨开如今 哪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战功的话不缺 这么多年与末族争斗 一次次浴血杀敌 积攒的战功 可以说极为丰厚了 他也不想再去修行 别的洞天伏地的不传之秘 万摩天的两大铜树 已经足够让漫漫消化 秘术这东西 贵在金而不再多 修行资源更是不缺 如今人族这边 就没有谁缺少修行资源的 可别说什么都不想要 笑笑老祖 直接截住了杨开的话头 米大头说得不错 如此破天大功 你不要赏赐 大眼君这边 也得有所表示 否则便显得赏罚不明 制度不善 今日我正好在这里 把这事顺道给办了 杨开哭笑不得 这还有强塞赏赐的 不过米大头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欧阳烈这么称呼 老祖居然也这么称呼 杨开就忍不住 为何这么称呼米大人 老祖慢悠悠地道 这人思维浩瀚如海 脑袋能不大吗 向大头也是的 杨开身手服额 这下好了 大眼观不但有米大头 还有香大头了 杨开严重怀疑 这称谓是从老祖这里开始的 还没说呢 你到底要什么赏赐 我亲自过来一趟 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老祖催促道 杨开正想说 没啥特别想要的 忽然抬眼看到 那边一道曼妙身影 端了一碗肉汤 放在苗妃平面前 魏宇先修 侠妃双颊 柔声道 苗师兄喝汤 苗妃平客客气气地 多谢师妹 那人而白手道 师兄客气了 杨开顿时把手一指 阿采出身 我的小乾坤 修有空间之道 我有意好好培养他 日后若我分身乏术 他也可替我处理一些 空间之道上的事 请老祖允阿采加入陈希 成为我陈希队员 声音不大 但阿采又怎会听不到 一时间正在当场 诧异地望着杨开 自晋升开天之后 他便与其他同样出身 杨开小乾坤的舞者 被分配到了各个队伍中 不过 他却时常会来陈希这边 帮忙做事 今日有好处 冯英自然不会忘记 喊他一声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 会忽然遇到这样的事 加入陈希 自是他梦寐以求 然而陈希在接收血压三人之后 便已满园 大军自有制度 不可能轻易破例 所以阿采也知道 除非日后 有与陈希容编的机会 否则 他永远也不可能加入陈希 但这样机会一旦到来 便意味着陈希和他所在的小队 都出现了重大伤亡和检员 这是他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看到的 杨开忽然这么说 让他又是惊喜 又是有些无措 一时间 尽不知该如何是好 笑笑老祖也意外得很 哦 你这是打算收徒吗 倒也可以 这些来自你小乾坤的小家伙们 大多都有你道法的痕迹 有你亲自教导的话 最合适不过 杨开摇头道 收徒不必了 闲时指点一二便可 本章完 第5351章 一口肉汤 喝出来的八瓶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自己那三个弟子 他还没拎清 又岂会在收旁的弟子 对他来说 弟子有三个已经足矣 他这一生 精通大道有三 正好三个弟子 每人得以传承 说来也是惭愧 对这三个弟子 他还真没尽到当师父的责任 也就他们生活在小乾坤的那段时间 悉心教导过一番 自放他们出了小乾坤后 莫说教导 便是连面都难见一次 也不知道 这三小如今 怎样了 不过想来 以他们三人的资质 又生活在新界这样 一个开天境摇篮中 日后成就不会差到哪去 老祖略意沉引道 沉吸五十满园 按道理来说 是不可再收人的 不过你既然开了这个口 那便破例一次吧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多谢老祖 杨开 恭声道 那边阿财 也欣喜交加的道谢 老祖这金口一开 那就意味着 从今以后 他便是晨曦的人了 老祖白手 意味深长地瞧着杨开 这偌大功劳 就换了这么个条件 值得 杨开一笑道 功劳是死的 人是活的 比不了 老祖微微汗手 起身道 乏了 回去睡觉 这般说着 一晃身消失不见 恭送老祖 众人齐齐起身 老祖这边一走 气氛变得更加热闹 活络起来 众人公愁交错 推杯换盏 狂饮不止 闲语间 徐林公得知 那肉汤 竟是风云关老祖赐下的 黄牛肉烹煮而成 先是一愣 紧接着若有所思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他望去 徐林公一身契机 呼声不太正常的波动 满怨 喧闹在这一刻 化作惊奇和振奋 徐林公端着手中酒杯 咧嘴一笑 我到这肉汤喝起来 怎地有些不对劲 原来竟是老祖赐悟 功效果然非同凡响 今日得此机缘 某也不能负了老祖一番美意 这便去晋升八品 诸位且等好消息 言罢 一口饮进杯中酒 冲天而去 一身契机骨荡不休 留下一群人 大眼瞪小眼 嘖嘖称奇 杨开取出这黄牛肉 让冯英等人煮汤的时候 并没有说太多 只到了这东西的来源 陈希等人其实也挺期待的 毕竟是老祖赐悟 说不定有些非凡的效果 不过方才笑笑老祖喝了汤之后 那一番言语 众人听在耳中 哪还不知那黄牛肉 不过是普通之物 根本没什么奇特的功效 只不过风云官那位老祖养得好 肉汤香浓罢了 徐灵公后来的 没听到老祖言语 不知此间虚实 骤然听闻 这是老祖赐悟 竟是因此得福 也是其了怪灾 徐灵公两个弟子 将众人表情收入眼底 轻逵不解地望着杨开道 杨兄 什么情况 杨开笑道 没什么 徐宫晋升八品 此等机会难得 我且去护法 说话间也冲天去 与其说是护法 不如说是观摩更准确一些 因为在他动身的瞬间 大眼观内 一道道身影 皆都冲天而去 不乏八品开天的存在 他们都感应到了徐灵公契机的浮动 意识到 这是有人要晋升八品了 纵无人知会 也会主动前去护法 更多的是七品开天 他们中的许多人 也是有资格踏出这一步的 放眼末之战场 七品晋升八品 虽不说是千年难得一遇 却也不常见 难得遇到了 自然是会趁机观摩 印证自身 如此 日后轮到自己晋升的时候 也算有前车可见 陈希中七品 也紧随离去 七品之下没动身 他们的目标暂时是晋升七品 所以 徐灵公此番动静 对他们没有什么用 过早接触这些 对他们修行没什么好处 冯英与杨开并肩而行 神殿传音道 那肉 有玄机 杨开失笑 有个屁的玄机 老祖都说 那不过是普通之物了 你我也喝了那汤 可曾感受到什么玄妙 冯英摇头 杨开道 这怕是徐宫的机缘 说起来 徐宫晋升七品 也有不少年头了 也该到了晋升八品的关头 前次公墨族王城一战 他受伤不清 生死之间定然有所感悟 此番听闻 那肉是老祖赐物 先入为主之下 以为那是什么神异之物 心里怕是有些暗示 便跨出了这一步 这是杨开的猜测 不过应该很接近真相 若非如此 根本没办法解释 徐林宫 为何会忽然就感应到了突破的契机 这并非老祖赐下之物的功劳 而是徐林宫自己的机缘到了 虚空之中 徐林宫之身毅力 一身契机如潮水一般翻涌不定 再做晋升的最后准备 距离他数千万里之外 一位为八品严阵以待 随时以防不测 虽说徐林宫晋升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也帮不上太大的忙 但稍微的一些指引 还是没问题的 关键时刻 或许可以 让徐林宫化险为夷 在更外围 则是一群七品远远观望 便是老祖 也在大眼观中 将目光投以这个方向 收复大眼之战 大眼军的八品伤亡近半 如今有七品突破的征兆 他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开天境的晋升 与帝尊镜之前不同 帝尊镜之前 每一个大境界的晋升 都会有天地之力的洗礼 那是来自外界的风险 但开天境体内 自称小乾坤 每突破一品境界 都是自身小乾坤的升华 所有的危险都来自内部 可以说 比起之前更加凶险 稍有差池 便是万劫不复 时间流逝 徐灵宫那边的契机浮动 愈发猛烈 其身所在 小乾坤若隐若现 整个世界都在扩张 和收缩间不断变换 那小乾坤中 有其一生修行之道的 巨线演化 演绎种种奥妙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乾坤的体量 也在徐徐增长着 这种增长 注定会突破七品的极限 跨入八品行列 这一次晋升 好事不过粤鱼 算得上时间极短了 而徐灵宫 也不愧是老牌七品 抵御雄魂 登基扎实 整个晋升过程 虽不说顺风顺水 却也波澜不惊 可以看得出来 他为了这一天 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每一个有意晋升八品的 开天镜 都会如此 否则临阵磨枪 谁又敢保证万无一失 当某一刻 八品威势轰然席卷之时 一声长笑响彻虚空 那笑声之中满是欣喜之情 这一日 阴阳天徐灵宫 于大眼观外 成功晋升八品 这是三万多年来 大眼观中 第一个晋升的八品开天 极具异议 护法粤鱼的八品总镇们 齐齐上前道贺 徐灵宫 咧着一张嘴 四面寒暄 与众八品称兄道弟 正是人生得意时 又何须收敛谦逊 老祖的神念 也收回大眼观中 不过阳开 却感觉到 一抹微弱的空间力量波动 在大眼观内 一闪而逝 顿时嘴角一抽 意识到 老祖这是动用了空灵珠 抑郁为何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这是人族有喜事 老祖去墨族王城报喜吗 也不知那墨族王主 烦不烦他 走吧 阳开招呼一声晨曦中七品 此番观摩 对众人来说都有收获 最起码 七品们知道 日后自己晋升八品 该如何去做 要面对些什么 这是极有用的 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回去路上 众人七嘴八舌 唯独冯英 沉默不语 阳开也没太在意 直到返回庭园 冯英才忽然道 队长 我要闭关了 阳开闻言瞧他 有些惊喜道 有所感悟 冯英汉首 阳开眉头一扬 好事 既如此 那便莫要耽搁 速去闭关要紧 冯英也不迟疑 即刻回了自己的住处 开启阵法 隔绝内外 闭关前修 一口肉汤喝出徐林宫这个八品 就已经足够让人意外了 如今看来 极有可能喝出两个八品来 阳开都有些怀疑 那老祖赐下的黄牛肉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神奇功效了 不过他也喝过那肉汤 根本没察觉有什么奇特的 便是笑笑老祖也说了 那不过是寻常之物 归根结底 机缘这东西 实在 是有些玄妙无常 对众多晨曦队员来说 那肉汤不过是香浓的美味 但对徐林宫来说 却是突破的一份契机 观摩徐林宫的晋升 又成了逢阴的契机 机缘机缘 旋之又旋 妙不可言 阳开不知自己的机缘在何处 但他却知 如今对他而言 纵有机缘在眼前 他也难以把握 因为在七品开天这个层次上 他的沉淀还不够 唯有将七品这个境界 打磨得足够圆润 积累得足够充实 才有机会去晋升八品 他有旁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小乾坤中无数生灵的繁衍生息 生老病死 无时无刻 不再给他提供力量 世界数字数 更有淬炼之效 让他小乾坤的天地伟力 比任何七品都要精纯 这种精纯 现阶段来说 是他的实力 碾压众多七品的根源 同样的一份力量 他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是等闲七品的数倍 实力自然就更强大 放长远了看 在他晋升八品的时候 也会提供莫大助力 他不知自己要多久 才能晋升八品 但估计 最少也是以千年来算计 开天境的晋升 从来都是这么漫长 没有太多捷径可走 本章完 第5352章 去不回观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大眼观的修整如火如荼 身为一位大师级炼气师 杨开自然也不得闲 奉上命与其他炼气师 联手炼制各种大型秘宝 再配合阵法师们 以这些秘宝为阵眼 布置在大眼观各处 如今 大眼的空间法阵 已经修补完善 许多来自外界的消息 都可以通过空间法阵 传送过来 身为七品 他没有太多资格 接触什么机密情报 不过许多来自各处关爱的捷报 都是上头 有意要宣传的 自然会闹得人人皆知 捷报无数 墨之战场人族的颓势 似乎在一夜之间进去 大多数战场上 墨族与人族的交锋 都以大半告终 少有一些持平者 也不妨碍大局 整体上来看 墨族似乎气数已尽 一处处战场上 人族高歌猛进 许多战区都如碧落关一般 在逼近墨族王城的方向上 建造了前线大营 压缩墨族的活动空间 这是僵持了无数年格局的改变 在这其中 驱墨剑 驱墨丹 虚空阴阳境 皆都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是有心将这几样助力联系在一处 那么便可看出 这几样东西背后都有一个人的身影 微墨之力却撬动了偌大的墨之战场 放眼古今也独此一人 阳开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可以说整个大眼观数万将士的日子都过得很充实 平日忙着修整关爱 轮休时才有时间稍稍修行一二 原本预定百年时间 大眼观可修整完毕 但事实上 足足花了将近两百年 原定计划才彻底完成 如今的大眼 与墨族当初占据的大眼 已经完全不同了 耗费大眼军数万将士 近两百年光阴 数之不尽的物资 庞大的精力 如今的大眼 已进负三万年前的争名风范 可以说 比起任何一座人族关爱 大眼都不会差到哪去 凭借如今的大眼观 再服以大眼军三万将士 便是墨族元气近赋 也休想再攻克大眼 更不要说 墨族如今只能归缩在王城附近 根本不敢轻易前来冒犯 两百年间 笑笑老祖时不时的就去滋绕一番 搅得墨族王主不得安宁 这么长时间下来 他的伤势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 反而有些恶化 不得不说 这恐怕是所有墨族王主当中 遭遇最凄凉的一位了 大眼观修整完毕 但将士们心中还憋着一股静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大军远征的到来 远征之事最初是机密 只有人族的高层知晓 然而这些年下来 在高层有意无意的宣传下 底层将士们也知道了 人族未来的出入 墨族战场存在的时间太久了 久到根本无法回溯源头 在这无数年间 三千世界的精锐开天静门 前扑后继地踏入这个战场 与墨族争斗 一代又一代 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捍卫着人族家园的防线 这无数年来 人族又损失了多少人才 这样的局面 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每一代人都在努力 想要改变 想要以绝后患 然而无能为力 如今 整个墨族战场的格局被打破了 人族再不是被动防守的一方 他们拥有了主动进攻的资本 若是有那么一场战争 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墨族 那么 所有墨族战场的人族将士 都可以为此付出一切 为此 必须要有一场远征 而且是所有人族关爱的联动远征 唯有这样 才有机会将墨族一网打尽 否则 一旦某一个战区的墨族 逃之夭夭 必定后患无穷 这种上百个人族关爱的联动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 必定要各方筹谋 统一行动 这个准备周期 最少也要以百年计算 麻烦大师炼制的破鞋神矛 浮以阳开的净化之光 将是这一场远征中 人族最大的一掌 所以 阳开如今很忙 特别忙 在大眼观修整最后十年的时候 便开始陆陆续续 有大量的破鞋神矛 通过空间法阵 运送到大眼观 脚由他手 由他亲自封印净化之光 这种事 完全没办法让其他人帮忙 因为净化之光 只有阳开一人可以催动 在大眼君收服大眼观的这些年 一百多处人族关爱 便已经在大批量炼制破鞋神矛了 三四百年的积累 数字恐怖的 有些让人难以想象 如今这些破鞋神矛 全都输送到了大眼观 所以在阳开面前呈现的 便是小山一般的破鞋神矛 他要做的 便是不断地催动净化之光 将净化之光 封印在那一件件破鞋神矛之中 周而复始的重复一件事 是极为枯燥的 阳开也不知自己到底施展了多少次净化之光 只知道自己小乾坤中 黄金和蓝金的数量在不断地减少 至此之时 他无比庆幸当年在混乱死狱那边 带出来足够数量的黄金和蓝金 否则这个时候材料用完了 他都不知该去哪里寻找 他在封印期间 依然隔三差五的 有破鞋神矛从别的关爱送过来 直到数年之后 这个数量才有所减少 再过数年 阳开才将所有的破鞋神矛处理完毕 没有仔细计算过 但阳开能感觉得到 经由自己之手 封印了净化之光的破鞋神矛 少说也要以千万来计算 他小乾坤中的黄金和蓝金 消耗的只剩下最后半成左右了 可见消耗之巨 破鞋神矛分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对付领主的 一种是可以对付预主的 前者炼制更加简单一些 需要封印的净化之光也更少 数量也更多 足有九成 后者只有不到一成 不过已经足够了 千万破鞋神矛 分散往上百处关爱 每一处关爱可以分得近十万 这样的数字 如果还不能在远征中奠定胜局 那仁族也没必要再与莫族争斗什么 大眼观中 孝孝老祖的寝宫 阳开奉赵而至 前段时间 他将破鞋神矛的事情处理完毕 便一直在闭关修行 远征为时不远 他也迫切地 想要提升自身实力 唯有实力足够强 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 不过还没闭关几日 便接到孝孝老祖传讯 见得老祖 发现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老祖的心情 似乎不太美妙 最近这些年 孝孝老祖前往莫族王城 滋扰的频率愈发频繁 虽然每一次都趁心而去 趁心而归 但不知怎跌 老祖的心情就是不太好 阳开来此 便陪着小心 老祖召唤 不知有何吩咐 老祖道 没别的事 让你去一趟不回关 不回关 阳开闻言惊讶得很 去那做什么 不回关的大名他 自然是早有耳闻 这虽是人族的最后一道防线 却是由龙凤两族亲自镇守 其中不乏其他强大的圣灵 据阳开所了解到的情报 当年在圣灵祖地 龙皇凤后河丽 以自身性命为代价 服以圣灵十六件圣物 将那墨色聚灵神封印在封墨地后 龙凤二族便离开了圣灵祖地 镇守不回关 这么多年来 再没有回过圣灵祖地 不但如此 上古那些人族大能 还在圣灵祖地外围布置了无数静置 隔绝内外 防备那墨色聚灵神逃脱 当年阳开和夏灵狼 被圣阳神军追杀的时候 误入那一片禁区 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继而进入圣灵祖地中 那里也不见龙族身影 更没有纯正的凤族留存 只有青鸾 渊厨 月镯 红湖这些凤族的分支 无数年过去 祖地的祖灵之力 消磨灼墨色聚灵神的力量 终于将它化作一具死尸 为此 圣灵祖地的祖灵之力 也消耗巨大 阳开去了祖地 解开了封魔地的封印之后 祖地的祖灵力 才有所恢复 变得更加适合圣灵们生存 如今 苏延 祝秦 善清罗等人 便在祖地中修行 他们都有圣灵本源 在那地方修行 必定能获得极大的好处 数百年前 他奉象山之命 与大眼君分别 前往大眼关 寻找南北军的路上 便遥遥感应到了 不回关的存在 因为他金圣龙本源之力 而不回关中有龙族的龙潭风阵 任何一个身负龙族本源者 实力只要足够强 便能感应到龙潭所在的位置 他当时生出的感应 便是自身龙族本源 与龙潭之间 纳展不断的联系 据说 龙潭乃是龙族本源的起源之地 正是龙潭孕育出了龙族的一道道本源 继而诞生了龙族 早些年 阳开出入三千世界时 无时无刻不想找到龙潭 或许是冥冥中自身本源的牵引 唯有找到龙潭 他才能知道龙族的修炼方向 不过这些年 随着自身的强大 这个心思也就淡了 却不想 在这种时候 老祖居然要他去 不回关一趟 他不知其中 是否有什么深意 去了便知 无需多问 老祖应付道 阳开迟一道 可是老祖 远征在即 我这个时候若是离开 老祖知道 远征之事不用你来操心 你小小一个欺评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便是错过了 又有什么打紧 阳开背对得无言以对 许是老祖觉得语气重了 又解释一声 远征还在筹备中 你只要不担得太久 总是能赶上的 本章完 第5353章 等你多时了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如果将三千世界 与末之战场的屏障 比作一堵墙的话 那么不回关 便是这堵墙上 唯一的连接点 这也是不回关 被称为人族 最后一道防线的原因 若是末族攻破此地 那么便可长驱 植入三千世界 以末族的特性 真叫他们进了三千世界中 注定是生灵涂炭 乾坤净毁的局面 不回关是最后一道防线 各大关爱 则是外围的防线 如果站在一种至高的角度上 将每一座关爱勾连在一起 那么便可以发现 这些关爱可以连成一个半圆 这个半圆 反扣在三千世界 和末之战场的屏障之上 中心点便是不回关 关爱不破 不回关便不会受到滋扰 不回关不破 三千世界便无余 这也是为什么 远征之前必须要收复 大眼关的缘故 因为大眼关被末族占据 是整条防线上的漏洞 若是不将大眼收复 人族大军一旦远征 到时候 末族便可借助这个漏洞 直扑不回关 真出现这种情况 人族大军是回防 还是继续远征 势必要陷入两难之地 想要消除这个隐患 就必须将大眼关 从末族手中夺回来 好在大眼军百多年的努力 无数将士的牺牲 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环宇之中 其实没有什么东南西北 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 一座座关爱中东军 南军 西军 北军的说法 不过是方便称谓 争论方向的话 在浩瀚虚空中 只有上下和前后之分 所有人族关爱的后方 都是不回关 可以说 由龙凤二族亲自镇守的 这到最后的防线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人族的一掌 早年在得知 不回关是由龙凤二族 亲自镇守的时候 杨开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疑惑的 圣灵从来都是高傲的 不管哪一种 这一点 在他上千年的修行生涯中 早有见识 更不要说 即便在圣灵之中 也是排名顶尖的龙凤二族 这样的两大至高圣灵 怎会心甘情愿地 帮人族镇守着 那最后一道防线 不可能是大意使然 不同的种族之间 可没有什么道义可言 唯一的解释便是 墨族的危害太大 圣灵们也知道 纯亡齿寒的道理 上古之时 龙黄凤后为了封印 那墨化巨神灵 不惜以身和道 后辈子嗣又岂敢置 先祖的付出于不顾 这恐怕才是圣灵们 无数年来 坚守在不回关的原因 有别的原因吗 阳开不知道 也不是他需要关心的 虽说这个时候 前往不回关有些仓促 但好歹 也可以异常夙远 去见识下那传说中的龙潭 是什么样子 虚空中极略 空间法则跌宕之下 阳开的身影 藤魔闪烁着 从大眼观出发 前往不回关 本是可以直接动用传送阵的 方便快捷 不过大眼观之前 两百年的重新整顿 物资消耗太大 如今正是紧一缩时 积攒筹备的时候 不得已 阳开只能一路飞过去了 用老祖的话来说 反正你精通空间法则 赶路这一块尚有优势 没必要浪费资源 阳开还能说什么 只能老实上路 临走之前 与陈希众人叮嘱了一番 也没交代太多 只说自己外出执行任务罢了 冯英至今没有出关 让他稍稍有些揪心 自观摩徐林宫晋升八品 至今已过将近两百年 他当时既有所悟 选择闭关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两百年没有动静 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这种事 别人没法帮忙 修行之路前期 还有市长教导 到了尚品开天这个程度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别人的道 未必就适合你 寻常七品 从大眼飞往不回关 少说 也要三四年时间 不过阳开 只花了不到半年 旅程是极为枯燥的 因为沿路风平浪静 不起波澜 当事业之中 一株巨大的梧桐 映入眼帘之时 阳开便知 不回关道了 那梧桐 乃是凤族的七夕之地 也是传说中的凤巢所在 阳开其实一直很好奇 凤巢这东西 到底什么样子 凤凰这般高贵的圣灵 难不成 还如普通鸟类一般 在梧桐树上筑巢吗 这未免也太掉价了 还是说 凤巢仅仅只是一个称谓 所谓凤巢 指的只是凤族的巢穴 便是眼前这诸与天地同生的 浴火梧桐 想了一会儿 阳开觉得自己有些多管闲事 他身负龙族本源 要考虑也应该考虑龙族的事 想那凤族作甚 越往前接近 阳开越能感觉到 自身龙脉的悸动 让他平白生出一种 游子归乡的感觉 他知道 那是龙脉与龙坛之间的联系导致 并非这里就真的是他的故乡 然而这种心情 不免还是让他有些静香情窃 好似外出多年的游子即将归乡 混得不太好 也不知该怎么去面对长辈们的垂巡 阳开没有迎来长辈们的殷切垂巡 迎来的却是一道龙威的挑衅 前方一道身影拦住了去路 身穿轻衣 长得风神俊朗 唇齿红白 端得是生了一副好皮囊 但那眼神却是极不友善 老远便盯着阳开上下打量 仿佛在考虑从哪下手比较妥当 阳开一眼便看出出 这人乃是龙族幻化 因为他身上的龙威 几乎是不加掩饰 朝自己冲击而来 单从龙威来看 这家伙应该是一头巨龙 与他如今的档次相仿 不过到底谁更巨一些 那就不是阳开能知道的了 非得手底下见真章才行 怎么个意思啊 阳开稍感意外 自己这边还没到不回关 怎么就有龙族拦住了去路 他不觉得 这个龙族是无意为之 既然拦在这里 那就是有意的 自古以来 从不回关前往人族 各大关爱的武者数之不尽 但从人族各大关爱 返回不回关的 却是寥寥无几 这龙族拦住去路 明显是在等他 龙威很强 可见此龙也是巨龙中的佼佼者 不过对阳开而言 却不过如清风拂面 搞不清人家用意 阳开也不好贸然甩什么脸色 上前两步 拱手抱拳 大眼阳开 奉老祖之命前往不回关 敢问道兄怎么称呼 那轻衣龙族 却极为不耐地 把头一甩 张口咆哮 龙威化作实质冲击而去 等你多时了 话落间 以和身朝阳开扑来 探手便抓 仿佛女子般的 一只白袭手 却运有极为恐怖的力量 毕竟是龙族 强大的身体 是极为重要的资本 这一抓之下 便是虚空 都仿佛要碎裂开来 不仅如此 阳开还感觉到 一抹玄妙意境跌宕 让他的思维 产生了那么一些 意想不到的错觉 时间法则 阳开扬眉 意外至极 这在不回关外 忽然碰到的一个龙族 居然精通时间法则 而且 看其在时间法则上的造诣 似乎还不低 若是一个没修行过 时间法则的人在此 被那意境影响之下 这一抓 必一定要束手就擒 便是阳开 在反应过来之后 那一抓 也已至面前 根本没有再回避的空间 出来乍到 面对的又是一个龙族 阳开自不愿起什么尴尬 可听对话 方才话中之意 明显是在这里等自己的 这一上来便施以重手 是要给自己一个教训 彼此间无冤无仇的 何至于此 阳开想不明白 不过天下生灵兮兮 皆为利来 皆为利往 对方这般针对自己 定是自己在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的利益 自己能在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的利益 龙脉之身吗 阳开就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一趟奉老祖之命来不回关 看样子没什么好事啊 怪不得老祖压根什么都不跟自己说 这一抓已经回避不了了 阳开只能抬手去挡 不回关中 那梧桐树的一根树叉上 一个彩衣少女端坐着 两条小腿慢悠悠地晃荡 好不惬意 他身边站着一个青年男子 两人的目光 皆都朝虚空中望去 在那轻衣男子动手的时候 彩衣少女便道 姬老三还是这个臭脾气 他家大人也不管管 那人好歹也是奉了 人族老祖之命过来的 若是有个闪失 怎么跟人族那边交代 站在他身边的青年男子淡淡道 人族老祖管不到不回关 更何况 此事牵扯龙坛 姬老三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数千年了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区区人族居然要插队 这让他怎么容忍 彩衣少女扭头道 说起来那老龙也挺奇怪的 居然答应人族的要求 他脑袋里面是不是有坑 青年男子嘴角抽了抽道 你说这话 别人听得到 彩衣少女文言吐了吐舌头 连忙插开话题 想来人族这边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 要不然 龙族肯定不能答应 说说看 你觉得那人族 能在姬老三手下撑多久 青年男子道 你问错了 彩衣少女不解 问错了 青年男子道 你应该反过来问 姬老三能在那人族手下撑多久 彩衣少女惊奇道 你这么看好他 你认识这人 青年男子摇头道 不认识 不过人族那边既然愿意付出巨大代价 将他送到这边来 就说明他有这个价值 自然不是什么随便可捏的软柿子 本章完 第5354章 气大伤身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身边同伴着煞有其事的样子 让彩衣少女若有所思 确实如他所说 人族那边既然敢将他送过来 那么自然是相信这人的能力的 肯定也能预料到 此人来到不回关 即将面对的种种刁难 如此说来 这个从末之战场过来的人族 恐怕还真不是什么善差 眼珠子一转 彩衣少女道 打个赌呗 常年居住在不回关中 日子是极为枯燥的 因为这里是最后的防线 外围一百多道人族的关爱 足以将莫族大军拦截下来 三万年前 大眼关破的那一阵子 还有胆大妄为的莫族 从大眼关那边跑来 滋扰不回关 不过在建设龙凤的手段之后 再没莫族敢来送死了 可以说 作为最强大的两个种族 龙凤二族 在这不回关中的日子 是百无聊奈 然而恪守祖辈立下的誓言 又无法轻易离开 今日难得有这么一个热闹 自然是要插一脚的 青年男子淡淡道 赌什么 彩衣少女道 便赌来人与姬老三 谁赢谁输 彩头呢 少女苏指点着红唇 略意沉吟 打个响指道 谁若是输了 便送他一根尾铃 青年男子无语地瞧他一眼 这么个赌法 不管怎样 那人足都占了便宜 少女却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急忙道 我赌这个人足会输 话音方落 小嘴微张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虽然他也知道 人足那边既敢让此人单枪匹马来不回关 定是有所依仗的 姬老三虽然实力不俗 可未必就能拿来人怎么样 极有可能是个两败俱伤 或者打平的结果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边才闲聊了几句 那边的战斗 就已经结束了 就在他与同伴 说话的这几句功夫 来人已经滴溜着姬老三的颈驳 仿佛抓着一只小鸡似的 诗诗然从虚空中漫步而来 几步跨出 身影已到近前 远方还有残影未消 空间法则 采医少女眸中更显惊讶 以他的眼力 自然可以看出 这个人足在空间法则上的造诣 是极为高深的 这一点 就算比起他 恐怕也不逞多让 漫长的生命之中 他也见过一些 能够修行空间法则的人足精锐 却从未有哪一个 能将空间法则 精修到这种程度的 杨开老早就察觉到了 这梧桐树上 一男一女的关注 不但是他们 不回关中 还有许多道 或明或暗的神念 在关注着他 在结合之前那拦路者的反应 杨开又岂不知 不回关这边 一直在等着他的到来 拦路者的作为 或许是一种私心 可未必就没有龙族高层的放纵 这是要试试自己的精良吗 杨开不知不回关这边 为何会是这种态度 不过他也算是半个圣灵之身 所以知道 对付圣灵这种存在 就不能表现得太过谦逊卑微 圣灵们从来都是高傲至极的 面对他们 只有比他们更高傲 才能有平等对话的资格 所以 面对那拦路者的袭击 他毫不犹豫地出手 只是让他 也没想到的是 拦路的那头巨龙 有些绣花枕头 好看不中用 他这边还没使力呢 对方便不行了 犹如一只病猫一般 被他一路滴溜着 可以说 这是他自进入墨之战场后 最轻松第一站 便是那些墨族领主 面对他的袭杀 也知道反抗一二 这个巨龙 却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抬头仰望 杨开咧嘴一笑 小姑娘长得真漂亮 采一少女眼角一跳 呵呵道 小嘴儿真甜 杨开将手中提着的 往前送了送 询问道 你家的 采一少女捋了下绣法 摇头道 别人家的 杨开呕了一声 意识到面前这个少女 应该是个凤族 这也不难理解 人家既在梧桐之上 那自然是一只凤凰 被杨开滴溜在手上的鸡老三 此刻 却是羞愤欲绝 数万年的生命中 可从未遭遇过 如此奇耻大辱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 不回关中 那一道道神念萦绕四方 将她此刻的囧状 看得清清楚楚 龙眼扫地 这让她以后 如何面对诸多铜族 和那些凤族 放手 她奋力挣扎着 脸色通红 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怎地在人家手上 一招都过不了 便直接被擒了 在她的感知中 对方也不过是一个七品开天而已 巨龙之身 虽说在大境界的划分中 与七品开天对应相当 但真若是打起来 巨龙定然是会占据优势的 没有哪个七品 能是成年的巨龙的对手 这是龙族 作为圣灵之掌的优势 偏偏这个七品 只是一抬手 便将她给生擒了 回想方才那一瞬间的遭遇 姬老三宛若置身梦境 在对方与自己接触的一瞬间 她一身力量直接被压制 龙脉之力都难以催动 这才是她处境尴尬的原因 别动 察觉手中巨龙的挣扎 杨开使劲晃了晃 姬老三顿时有些头晕眼花 然而这愈发让她羞愤难当 对一头高傲的巨龙来说 如此羞辱 还不如去死 一身龙力忽然激荡起来 便是那莫名的压制也压制不得 杨开察觉有意 眉头一皱 抬手便将姬老三丢了出去 扎嘴道 你我素不相识 这是何必 姬老三的龙力能够激荡起来 乃是因为她催动了自身的龙珠 这是舍命的一搏 便是杨开也有些压制不住 若不放手的话 姬老三就算能够挣脱她的禁锢 也必定要龙珠破裂 元气大伤 她自己也有龙珠 所以能察觉到这些事 在这不回关前 还没进门 便搞得一头巨龙半死不活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所以她不得不放手 在龙族面前 展示自己的强大是必要的 不过却需要掌握力度 高昂的龙音声响起之时 那人形的姬老三 骤然化作一头五千丈的巨龙 巨龙盘踞着 高昂着龙头 威严的龙金俯瞰阳开 仿佛在看着地面上的蝼蚁 一身龙鳞都因为愤怒而捧起 仿佛炸了毛的猫 面对这样一头巨龙 阳开就如尘埃一般渺小 区区人族 区区人族 巨龙愤怒咆哮着 虚空为之战力不休 梧桐树上 才一少女伸手捂住了耳朵 一脸嫌弃 你怎敢如此羞辱于屋 以龙族之名 你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姬老三彻底发狂了 化落之时 张口一道 龙溪喷吐出来 将面前那蝼蚁般的身影笼罩 龙溪是龙族最普通的攻击手段 虽是最普通 但却是难以想象的强大 尤其是五千丈龙身的巨龙 喷吐出来的龙溪 便是墨族领主 也会瞬间化作积粉 在这龙溪之中 时间法则丛生 恐怖杀伤之余 一口万年 没有哪个欺品 能在这样的龙溪下幸存 姬老三的怒火稍稍平息 紧接着 却是如遭雷势 龙惊瞪圆 连绵不绝的龙溪中 有一道身影逆流而上 那身影不疾不徐 仿若闲庭漫步 诗诗然来到了 姬老三巨大的龙头前 探出一手 对着姬老三的额头轻轻一拍 口中道 气大伤身 万事以何为贵 一拍之下 威额巨大的姬老三只 感觉自身龙脉激荡 无力维持 如泄了气的皮球 身形极皱缩水 眨眼间便又化作原本的人形模样 杨开再次提着他的脖子 面朝不回关 口中朗鹤 大眼杨开 奉老祖之命 前来不回关 家中可有人 有法阵运转的波动传来 封闭的不回关 关门大开 杨开摇摇道谢一声 手中提着心如死灰的姬老三 脉步入内 入得关内 两旁一道道身影毅力 打量观望他 杨开方才 在那梧桐树上看到的一男一女 也赫然在列 那些目光中充满了审视的味道 更多的确是好奇 能站在这里 自然都是龙族或者凤族 他们也早都知道 会有一个身负龙族本源的人族 前来不回关 不过无论是龙族还是凤族 对此人都了解不多 毕竟他们一直镇守在不回关 三千世界 末之战场的情报 都是道听途说 凤族还好 这毕竟不是他们族内之事 都是抱着一种 看热闹的心态而来 龙族就不一样了 姬老三寻衅滋事 他们不加阻拦 这就是默许 也是要试一试来人的手段 毕竟这个人族此番前来 对龙族本身可没什么好事 如今事也是了 可让龙族感到无语的是 他们竟没看清 来人到底是怎么对付姬老三的 仿佛抬手之间 姬老三便失去了反抗之力 龙族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若真如此 那龙族又岂会有那么大的名头 姬老三的遭遇 让所有龙族不解之余 都感到一丝丝震惊 这个问题若是不搞明白的话 龙族以后睡觉 都将不得安生 杨开冲两旁身影 不住地微笑汗手 致意 也不管这些身影实力多强 年纪多长 仿佛这些身影 都是来迎接她的一般 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走出没几步 又一道身影拦住了去路 是一个女子 目光喷火地望着杨开 龙威在其身上弥漫 这也是一个龙族 同样是一头巨龙 本章完 第五千三百五十五章 凤巢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放手 女子冲杨开低贺 杨开低头瞧了瞧 一直被自己提在手上的姬老三 微微一笑 那你可要保证 她不能再找我麻烦 女子咬牙道 放心 她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杨开眼帘低垂 是不过三 希望她能记住教训 语气虽淡 但那意思已经很明显 姬老三前后两次挑衅于她 她都只是制服了事 并没有伤人家一根毫毛 可她的耐心 也是有极限的 若再有第三次 恐怕便要施以重手 杀了倒不至于 不过打个半死不活 还是没问题的 反正龙族恢复能力强大 只要不伤了本源和龙珠 再重的伤势 都能恢复过来 以她之前所展现出来的 诡异能力 真要对付姬老三的话 姬老三是没有半点 还手之力的 堂堂龙族 什么时候被人这般威胁过 是以杨开此言一出 四周不少幼龙 巨龙皆都目光愤怒 那站在杨开面前的 女性巨龙 同样不能免俗 一口气憋了好半天 那女性巨龙才咬牙道 她会记住的 杨开笑得春风和煦 将手中的姬老三朝她丢过去 女性巨龙接过 又恶狠狠地盯了杨开一眼 这才抱着姬老三转身离去 杨开转身 面向三位年纪明显更加老迈者 攻身行礼 大眼杨开 见过三位前辈 她不知这三位到底都是什么水准 但只就龙威来说 这三位是所有龙族当中 威严最甚者 这三位 两老嫂 一老玉 估计在龙族中地位不低 居中那老嫂微微汗手道 你的来意龙族已经知晓 不过这边准备需要一些时间 你且现在不回关中住些日子 安心等待吧 杨开心说 我的来意是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若知道 不如说给我听 不过那老嫂明显没有要与他细细解释的意思 严霸转身便离去了 一同离去的 还有另外两位老者 长者一走 剩下的龙族也都很快陆续散去 并没有要与杨开多做交流之意 留下杨开一人站在原地 有些摸不着头脑 龙族的疏远之意 已经很明显了 这一趟来不回关 可以说是稀里糊涂的 来之前笑笑老祖 也没有与他细细分说 来这里 龙族也懒得跟他讲什么 只叫他等着 等什么呢 等多久呢 谁也不知道 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相当不好 好在他也不是出出茅庐的茅头小子 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需要找人打探情报的 所以他爽快转身 望着那即将离去的彩衣少女 招呼一声 姑娘留步 彩衣少女闻声驻足 转头望来 笑嘻嘻道 叫我呀 杨开挤不来到他面前 汉手道 小子鲁莽 姑娘勿怪 彬彬有礼的样子 与方才制服 季老三的霸道截然不同 彩衣少女 绕有兴致地望着他 明知故问 有事 杨开汗颜道 出来乍道 万事不明 确实有些事 想请教姑娘 彩衣少女 眉毛弯成月牙形 得意地冲身边的同伴调了调 一副我有所料的模样 那同伴不置可否 杨开当没看到 你要问什么 彩衣少女开口道 杨开道 却不知姑娘有什么可以教我 彩衣少女就笑了 你这人 好生奇怪 自己想问些什么都不知道吗 却要我来教你 真是好没道理 杨开苦笑道 姑娘勿怪 实在是此番来不回关 我也一头雾水 不明缘由 彩衣少女好奇道 你们老祖没与你说什么吗 不曾 杨开摇头道 这样 彩衣少女手指点了点红唇 罢了 今天心情好 你且随我来吧 这般说着 钱都带路去了 杨开意不意去地跟随 少请 便来到那具大梧桐之下 三道身影藤罗间 很快便来到梧桐一根树差前 彩衣少女把手朝前一挥 面前立刻出现一道 可通莫名空间的门户 杨开眉头扬起 空间法则 一如彩衣少女 在见识了杨开的空间法则时的反应 杨开此刻的反应 与他当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少女寺早有所料 得意一笑 进来吧 待少女和他的同伴 闪身入了门户后 杨开才紧随而入 明显有空间力量的跌宕感 紧接着便来到一处山清水秀之地 入目所见 鸟语花香 山栏迭起 青山绿水 云雾翻腾 一派巍峨景象 这竟是一方小天地 小天地这种存在 杨开自然不会陌生 上品开天的小乾坤 也是小天地 战死在末之战场的上品 开天遗留下来的乾坤福地 或者乾坤洞天 也是小天地 但这一处小天地 给他的感觉 却有些与众不同 此地似乎还保持着混沌初开 天地出分时的意境 那种处处皆在古老气息 让杨开一下子生出一种 咒入蛮荒的错觉 采一少女的声音 在耳畔边响起 这是我的凤巢 凤凰一族伴涅槃梧桐而生 这世上有多少只凤凰 涅槃梧桐上 便有多少个凤巢 凤巢是每一个凤凰的根本所在 这里与外界是不一样的 杨开恍然 心当难怪这里有远古的气息残留 因为这分明就是极为古老的年代 随涅槃梧桐诞生 不为外界的变换而改变 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模样 这就是凤巢啊 想想之前 自己误以为凤族还要在梧桐树上筑巢 杨开不免汗颜 自己未免也太过想当然 凤族这种生灵 又岂会真的如烦鸟那般筑巢 杨开暗暗自省 告诫自己 日后看待问题 不能只看表象 然后他就见到那采一少女 把身形一纵 直接掠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鸟巢之中 杨开抬头看了看天 默默跟上 三道身影落入凤巢 各自盘膝坐下 杨开好奇地左右打量 很快发现 从外面看 这是一个巨大鸟巢 但真进了里面 此地却又是另有玄机 没功夫细细查探 杨开略一抱拳 大眼杨开 不知两位如何称呼 才一少女微笑道 黄四娘 又伸手一指身边的同伴 凤六郎 杨开不知如何应对 这名字 似乎有些草率 不过凤凰一族中 男为凤 女为黄 这般称呼 倒也简洁明了 最起码方便称呼 懒得深究 又见一礼 正欲开口 黄四娘道 在你问事情之前 我有一物要送给你 杨开亚然 这才刚来便有礼物 凤族这么热情的吗 顿时正经微作 肃然道 长者赐 不敢辞 别看他之前姑娘姑娘的称呼人家 但他岂能不知 单就年纪来说 人家怕是最起码 都要以十万年来计的 做他的祖宗 都绰绰有余了 黄四娘鸣嘴一笑 你倒是会说话得很 人族就是嘴甜 杨开伸手扶胸 发自肺腑 却不知四娘要送我什么 便是此物了 黄四娘说话间 取出一根长绫 来递给杨开 只看着长绫光影流动 灵性十足 杨开便知此物不凡 极有可能是凤凰身上的淋雨 送这东西 给自己做啥 似是看出杨开心中疑惑 黄四娘道 方才与六郎打赌输了 彩头便是此物 杨开本能的感觉不对 就算他打赌输了 这彩头 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 不过人家都递过来了 不接也不好 尤其是他 还有求别人 随手接过 身心猛的一阵 只看着长绫光影流动 他还没瞧出什么名堂 但入手之时 才赫然察觉 这一根长绫之上 竟蕴藏着极为浓郁的 空间之道的波动 他明明将长绫抓在手上 可在空间之道的跌宕下 此物似虚似时 又非虚非时 仿佛随时都可能 顿入虚空一般 换一般人来 还真抓不住 好在杨开也精通空间法则 只是略一发力 那长绫的光影流转 便忽然定型 这是好东西 尤其对他来说 他能感觉得到 若是凭借此物参物的话 或许能让他在空间之道上 有所精进 一旁 凤六郎与黄四娘对视一眼 皆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诧 他们之前见过杨开 催动空间之道 知道他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极深 可如今看来 似乎有些小瞧人家了 杨开抬头 四娘精通空间之道 黄四娘明嘴笑道 凤凰一族精通空间之道 有什么问题吗 这话听着不对 杨开皱眉道 四娘的意思难道是说 凤凰一族都精通空间之道 黄四娘歪头看他 不解道 你不知道 杨开眨眨眼 没人与我说过这事 而且 他虽没有遇到过 纯正的凤族 但在圣灵祖地 却是见过青鸾 渊楚等人的 他们也算是凤族分支 不见他们精通空间法则呀 再说苏妍 身负兵皇本源 同样也不见 他在空间之道上 有什么造诣 杨开 还真不知道这事 黄四娘失笑道 人族无者 若出身寻常也就罢了 对圣灵之事一知半解 你这种出身 动天伏地的精锐 怎也不知 长辈们没与你说过 杨开就有些无语 我并非动天伏地出身 本章完 第5356章 血脉天赋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黄四娘恍然道 这就难怪了 野路子出身 确实了解 不到太多的机密 每一种圣灵 都有自己的血脉天赋 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与你们人族不同 正如凤凰一族的血脉天赋 是空间之道一样 龙族的血脉天赋 乃是时间之道 若非如此 龙凤二族又岂能成为所有圣灵的领袖 杨开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龙族的血脉天赋 是时间之道 黄四娘更疑惑 你连这也不知道 那你有修行时间之道吗 有啊 杨开点头 那不就对了 若非你身负龙族本源 有龙族血脉 又如何能修行时间之道 杨开无言以对 可本能的感觉不对 他修行时间之道这事 跟龙脉和龙族本源 似乎没多大关系 他的时间之道 更多的是 有着岁月大地的痕迹 当年机缘巧合 参悟出岁月如梭这一道神通 由此在时间之道上得以入门 漫长时间的钻研修行 再加上一些机缘 才有他 如今在时间之道上的造诣 跟龙族又有什么关系了 可再往深处想的话 若龙族的血脉天赋 是时间之道 谁又能说他 不是因为这个血脉天赋 而得以在时间之道上 有所成就呢 到底是龙族血脉 成就了 他如今的时间之道 还是自身天赋的缘故 杨开如今也有些搞不明白了 他忽然摇了摇头 不对 四娘 我在来不回关之前 也曾见过不少龙族 但那些龙族 可没有哪一个精通时间之道 莫说精通 便是入门 也不曾 这又是何道理 你在别的地方见过龙族 黄四娘有些亚然 杨开正色汉手 他所指的自然是筑琴那一脉的龙族 当初龙岛之上 龙族虽然数量不多 可总有那么一些的 没有哪一个有修行时间之道的痕迹 如今这些龙族都跟着 冤楚前往破碎天深处的圣灵祖地修行去了 想来这么长时间下来 应该都有所成长 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成长到巨龙程度 一直不曾开口的凤六郎插话道 有流浪在外的龙族并不奇怪 我听祖辈们说起过 曾有龙族犯错 被放逐出祖地 而且不止一个 黄四娘四也想起了这么回事 微微汗手 转而看向杨开道 那你遇到的 应该都是一些幼龙 杨开虚心请教 何为幼龙 巨龙他如今知道了 化作真身 体长千丈 堪比上品开天者 为巨龙 那么幼龙呢 黄四娘微笑道 巨龙之下 皆为幼龙 杨开了然 这倒是跟他想得差不多 不过龙族 这个层次划分 可真够草率的 一切只看真身大小 实力强弱 若有龙族 一直都无法突破巨龙 那岂不是老死 也只是一头幼龙 不过想来 这种事也不会发生 龙族这种存在 天赋异禀 便是不去修行 只顾睡大觉 一身龙力 也会随着时间流逝 不断增长 只要年纪足够 实力自然就上来了 这是人族 没办法比较的 杨开又问道 那巨龙之上呢 黄四娘道 巨龙之上为古龙 幼龙 巨龙 古龙 这便是龙族的阶层划分了 杨开隐隐猜测 自己方才见到的 那三个老麦龙族 便是古龙 如果说幼龙对应七品开天之下 巨龙对应的是七品开天 那么 古龙应该最少对应的是八品开天 这么看来 龙族也是人才凋零啊 落大一个族群 才三头古龙 这么搞下去 日后岂不是要灭族 听四娘方才话中之意 似是说 幼龙不通时间法则 黄四娘汉首道 不单单只是龙族 所有圣灵几乎皆都如此 漫长的生命 分为成长期 壮年期 老麦期 龙族的成长期 便是幼龙阶段 这个阶段的龙族 只需精进自身的龙脉之力 自然就可以 变得更强更大 唯有当幼龙成长到巨龙阶段的时候 血脉天赋 才会逐渐觉醒 龙族才会掌握时间之道 换作我们凤族的话 便是空间之道 竟是这样 阳开恍然 如此来说 祝勤他们不通时间之道 就可以理解了 他们那一群龙族 在星界虽然很强大 但在龙族的划分当中 依然只是幼龙序列 还没成长到巨龙的程度 血脉天赋 自然还在蛰伏之中 只有当他们成长到巨龙程度 时间之道 这个血脉天赋 才会慢慢觉醒 为他们掌握 阳开忽然想起 自己那个干儿子 小白龙阳霄 心头一动 再问道 有例外吗 黄四娘笑道 例外总是有的 有一些龙族在幼龙阶段 便觉醒了血脉天赋 这些龙族 无不是天赋一禀者 不过古往今来 在龙族漫长的修行历史中 这样的例外也不出一掌之数 阳开忍不住眉头一扬 这么看来 阳霄这小子似乎有些非比寻常啊 这小子的出生有自己的功劳 当年扶尊淡下他之后 龙卵似乎出了点意外 阳霄一直没法脱窍出 随着时间流逝 生机愈发渺茫 眼看不要胎死卵中 恰好那个时候 阳开跑到龙岛去搞事 无意间发现了安置阳霄龙卵的所在之地 为了孵化他 阳开可是花了好大的力气 所以 这小子一出生 便与他有天生的亲近感 认他做干爹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也是因为阳霄的缘故 阳开才能与龙岛的关系 变得有所缓和 这小子出生没多久 便展露出自己 在时间之道上的天赋 阳开本来还以为 那是自己的功劳 毕竟阳霄孵化的时候 他消耗了很多自身的精血 有些遗传也是正常的 可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什么遗传 这分明就是龙族自身的血脉天赋 只不过别的龙族 需要成长到巨龙 才可以觉醒天赋 阳霄却是一出生便有了 随后 阳霄与阳雪二人 更是得岁月大帝隔空传道 成了岁月大帝的隔代弟子 掌控岁月神殿 这么回溯起来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龙族的血脉天赋 是时间之道 阳霄成了岁月大帝的弟子 正是相得应章 有一塌日后修行 这便是黄四娘口中的 不出一掌之术的例外 不但龙族如此 其他圣灵也都如此 总有那么一些存在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便展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这些存在 终究是有大成就的 这一趟不回关 来得挺直 单单只是从黄四娘口中了解的这些信息 就是极其意外的收获了 更不用说 龙族那边似乎还有什么在等着他 不过如今唯一让杨开搞不太明白的 是自己在时间之道上的修行 到底是因为自己悟性不错呢 还是因为龙族血脉呢 思来想去 杨开觉得可能两者皆有 而且这么说来 等苏妍日后修行有成之日 岂不是也会觉醒凤族的血脉天赋 到时候 他也会精通空间法则 这让人不免有些振奋期待 不过 自己在空间之道上的修行 那肯定是天赋原因了 毕竟他可没有凤族的血脉 也不会受到血脉的影响 打量手中那一根长绫 杨开道 如此贵重之物 小子不敢轻取 四娘可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虽只是一根来自凤凰一族身上的灵毛 但对杨开来说 却是价值连城 因为这一根灵毛上 蕴藏了凤凰一族 在空间之道上的天赋能力 他借此 参悟修行的话 必定会有所得 这就是一个机缘 杨开总不能白拿了 却不想黄四娘鸣嘴笑道 没什么要你帮忙的 就是一个彩头而已 你只管收着 杨开总感觉不太对 不过人家 把话说到这份上 他也不好再推辞 主要是 这东西对他诱惑太大 而且想来凤族 也不至于对自己不利 就算日后黄四娘真的以此事来要他做些什么 再不违背自身原则的前提下 硬下便是 心里这么想着 口中言不由衷地推辞道 蜈蚣不受禄 这不太好吧 黄四娘深深瞧他一眼 那清澈目光 似能看穿他心中虚伪 失笑道 方才还说 长者次不敢辞 如今又说 蜈蚣不受禄 人族的嘴巴果然灵活得很 杨开甘笑一声 黄四娘道 这样吧 你若真觉得不好 我倒是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答了 这长陵便当是报仇了 杨开端正身形 四娘请问 你方才用了什么手段 将那姬老三给制服了 这话一出 便是凤六郎也好奇地望来 他们二位虽然实力强大 但说真的 方才还真没搞明白 姬老三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但就气势上来说 姬老三明显更胜一筹 而且 一个五千丈的巨龙 居然被一个七品开天 轻而易举的制服两次 这未免太过不可思议 圣灵不可能这么不堪一击 尤其是龙族 他们方才虽然在看热闹 可姬老三那样败北 多少还是让他们有些荣辱与共的感觉 此事若是传出去 没得让别人小瞧了圣灵 那也不是我的手段 杨开没想到先问起这事的居然是凤族 他本以为会是龙族来问这个 不过黄四娘既然提起 他也不吝藏丝 事实上 在来这里之前 他也没想到那东西对龙族会有这么强大的克制作用 本章完 第五千三百五十七章 好处何在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般说着 伸出右手 掌心朝下 略意发力 那手背上 立刻浮现出一个简单图案来 那印记乍一看上去 没什么特别 不过一个圆圈而已 然而当两头凤黄 看到这个印记的时候 瞬间失色 黄四娘更是失声惊呼 太阳记 你去过混乱死月 那凤六郎虽然什么都没说 却是脸皮抽搐不已 这两位显然是认得这个印记的 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四娘更不会一口到处混乱死欲 杨开汗手道 这是太阳 灼照刺下的印记 还有这个 左手伸出 发力之下 那手背上 同样出现一个图案 不过这个 与右手上的不太一样 仿佛一个大圆 缺了一个小圆 若是将右手上 那个印记套进来 应该会严丝合缝 合二为一 太阴记 黄四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总算明白 姬老三在此人面前 为何那般不堪一击 有这两道印记 莫说姬老三了 便是他们两个凤凰对上阳开 恐怕也会是一样的结局 天地骤分 混沌初开 演化阴阳 后有圣灵 再有万物 可以说 太阳太阴 乃是一切的源头 是所有圣灵的共组 有这样两道印记在手 没有哪个圣灵 能在阳开面前放肆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这两个印记 有这样的作用 卓照和幽阴 赐他的这两道印记 他从来都是 用以凝聚净化之光的 方才对阵那姬老三的时候 呼觉手背上一热 下意识地催动了印记 却不想有意外的收获 当然 这种压制也是有极限的 姬老三拼命之下 催动自身龙珠之力 一样可以破开压制 化作龙身 不过这样做 对那姬老三也有损伤 若非阳开主动放手 他那龙珠必定有损 这才只是一头巨龙 阳开估摸着 若是碰到那三个年级老麦的古龙 这印记的效果 就要大打折扣了 姬老三打错了算盘啊 黄四娘苦笑一声 有这么两道印记在手 便是龙族那边 也不敢侵卖了阳开 这一次龙坛之位 怕是没有姬老三的份了 问题也已经解答了 手中长陵便属于自己了 阳开师施然 将其收起 准备等日后 有空了 再好好参悟一二 时间之道 毕竟是凤凰一族的血脉天赋 或许借此 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嘴见又问了一句 这长陵是四娘的赤语吗 黄四娘瞪她一眼 没理会 阳开挠头不已 忽然有所领悟 朝黄四娘身后 瞥了一眼 看什么 黄四娘瞪得更凶了 阳开甘笑不已 黄四娘却是叹息一声 有时候 倒是挺羡慕你们人族 虽说寿命短暂 身弱体骄 却有无限的可能 我等圣灵 虽生来便有强壮体魄 广阔未来 但有时候 还真不如你们人族 阳开虚心道 此话怎讲 黄四娘道 便拿你来说 你有龙族血脉 所以可以修行时间之道 而你在空间之道上的天赋 似乎也不低 所以 两种大道兼备 我们凤凰一族就不成了 血脉天赋是空间之道 也是我等唯一的大道 不可能去修行龙族的时间之道 而且 圣灵前期成长起来 虽然没有太多挫折 可若想走到极限 却远比你们人族要困难得多 九品至尊 阳开眉头一阳 黄四娘汉首道 人族九品 数量虽然不多 却也有百多位了 但我圣灵想要修行到这一步 却是困难无比 不说我凤凰一族 便说龙族 整个族群才只有一头圣龙而已 幼龙之上为巨龙 巨龙之上为古龙 古龙之上 则为圣龙 阳开知道自己体内的本源 便是金圣龙本源 这倒不是说他本身有圣龙之力 那毕竟是相当于九品至尊的层次 只是他的本源源自一位金圣龙罢了 那是上古时期 某一代龙族的龙皇 这一点 他当年在圣灵祖地的水晶宫修行的时候 早已得知 理论上来说 每一头龙族都有机会成长到圣龙程度 但这只是理论 真正实际上 古往近来无数年 又有多少龙族成就圣龙之尊 而圣龙之中 最强大的那位 才有资格被称为龙皇 凤凰一族对应的则是凤后 见黄四娘自怨自艾 杨开笑道 话不能这么说 人族九品至尊数量多 那是因为人族的基数庞大 龙凤二族才多少族人 有一位圣龙 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黄四娘鸣嘴一笑 礼师这么个礼 然而圣灵的数量天生稀少 又何尝不是天道的制约 杨开若有所思 黄四娘道 你过来找我 是想问问 那姬老三为何会针对你吧 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及姬老三 杨开自然知道 这个名字 便是那挑衅他的巨龙的 当即汉首道 因有猜测 却不知具体缘由 黄四娘轻笑一声 看你也是聪明人 姬老三如此针对你 自然是因为你夺了 本属于他的好处 好处何在 在那龙坛 黄四娘捋了下秀发 接着道 我凤凰一族 栖息在这不灭梧桐之上 这里的凤巢 有助我等增进血脉之力 感悟空间之道 凤凰一族有不灭梧桐 龙族有龙坛 一样的道理 在龙坛之中修行 龙族 可以迅速增进自身的龙脉 节省很多修行的时间 不过 龙坛可不是随时都能开启的 每一次开启的间隔 少则千年 多则不定 上次龙坛开启还是三千年前 鸡老三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而且这一次也正好轮到他 眼看便可实力大涨 你却跑了过来 要抢夺属于他的机会 他岂会轻易答应 杨开就有些无语 他虽知道自己 肯定在什么地方 触动了那个鸡老三的利益 否则他没道理 一直再不回关外等着自己 却不想此事 关乎到龙坛的开启 这就难怪人家一上来那么不客气了 换作是他也不会容忍的 龙坛只有龙族才有资格进去 还从未有过像你这样出身人族 身负龙族血脉者进入 这一次人族那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找龙族换来这次机会 不但鸡老三不乐意 龙族那边其实也不乐意的 这也是龙族放任鸡老三 挑衅杨开的原因 若是杨开不敌鸡老三 被打回去了 那人族也无话可说 毕竟入龙坛修行 机会难得 这样的机会 不应该给予一个弱者 不过 无论是不回关的龙族 还是出手的鸡老三 都没有想到 杨开这个七品开天 竟有碾压巨龙的本事 杨开闻言皱眉不已 人族那边付出了什么代价 黄四娘摇头道 这我就不清楚了 是人族九品们 与龙族之间的交易 我们虽然同处不回关 但其实很少有什么交流 龙族不会说 我凤凰一族也不会去打探 杨开内心一探 大概明白了 这事的前因后果 人族远征在即 必定会面临重重凶险 而他虽然实力不俗 可到底还只是个七品而已 在末之战场 那样的大环境中 八品开天都会陨落 更不要说七品了 他晋升七品 时间不算长 距离八品 遥遥无期 笑笑老祖 大概是觉得 短时间内 他境界不可能有所提升 便想着从龙族这边 讨些好处给他 让他在远征中 有自保的本钱 这才有了此次之行 他不知此事都由那些九品参与了 但想来必定是笑笑老祖牵头的 而且想要龙族让出一个入龙潭修行的位置 付出的代价 绝对晓不到哪去 从始至终 笑笑老祖 都没有与他说过这事 只是让他来不回观 这个人情 欠大了 龙族对人族 向来都是不假词色 当然 你们的九品至尊除外 毕竟权都大 永远有话语权 不过相对来说 龙族对你们这些出身人族 却有意无意间 融合了龙族本源的存在 是势如仇寇的 因为那本源本是龙族的 如今却被你们这样的人融合了 在龙族看来 这是不可容忍的亵渎 你若非来自末之战场 只怕还没进步回观 便要被那几头 古龙给撕碎了 夺了你的本源之力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 所以之前那些龙族 对杨开的态度 才那般冷漠 因为说到底 杨开的跟角 还是人族 融合金圣龙本源 可以说是他的机缘 但站在龙族的立场上来看 却是对仙族的不敬 这一点 不但不回观的龙族如此 便是当初龙岛那边也是一样的态度 祝秦第一次碰到的他的时候 便与他大动干戈 想要夺回他体内的龙族本源 只可惜 偷鸡不成十八米 被杨开占尽便宜 后来与龙岛关系的缓和 很大程度是因为小白龙杨潇的诞生 再加上是天大地乌矿 当时霍乱龙岛 杨开曾有处理协防的缘故 至此 杨开算是明白了 自己来不回观的目的 也明白了龙族那边的态度 虽说九品们与龙族达成了协议 但杨开估摸着 自己真想要入龙坛修行的话 未必就那么一帆风顺 此事还得细细筹谋才行 当然 他不可能因为龙族的态度就这么放弃 孝孝老祖既希望他借助龙坛之力 有自保的本钱 那他当然也要尽力 本章完 第5358章 结束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龙坛何时会开启 杨开又问道 黄四娘道 最近龙坛龙力翻涌 想来开启也就在最近数月了 不过龙坛开启对龙族来说是大事 所以 还需要有所准备 就怕等个几十上百年的 真这样 恐怕远征都已经开始了 那还有什么意义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对于圣灵这种寿命悠长的种族来说 几十上百年 不过谈指一挥间 如今只是数月时间 杨开道是等得起 略意沉吟 杨开道 既然凤凰一族的血脉天赋 便是空间之道 那为何早年三千世界中 有乾坤殿失修废弃 人族却不来许你们帮忙修缮 最后还是找到他头上 让他花了不少时间去参悟乾坤殿中的乾坤大阵 修不好了那些废弃的乾坤殿 以前杨开觉得 是人族那边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不深 无能为力 直到他的出现 如今得知凤凰一族的本事 这就有些难以理解了 黄四娘一笑道 一则 我凤凰一族 天生精通空间之道不假 但这是血脉天赋 天生具备的 与你们人族通过苦修而来不同 所以你们人族在很多地方 对空间之道的运用 我凤凰一族是不赞同 也不会去学习的 而且 修缮乾坤殿这种事 不但牵扯空间之道 还牵扯阵道 这就不是我凤凰一族能够解决的了 再者 受先祖血脉大事的制约 龙凤二族等闲时候 不会轻易离开不回关 杨开呕了一声 表示了然 想想也是 凤凰一族 虽说天生在空间之道上 都有极深的造诣 但造诣高不代表 他们就懂得如何修补乾坤殿 更何况 人家还是有先祖血脉 大事的制约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事 杨开不清楚 但既然牵扯到血脉 那就必须慎重对待 又问了一些 关于龙族那边的情报 也不是什么机密之事 黄四娘自然是一一告知 小半日后 杨开才站起身来 正色一礼 多谢四娘解惑 要不是黄四娘跟他说这么多 他此刻恐怕还是一头雾水 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但早点知道自己 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局面 早做准备自然更好一些 如今来看 龙族那边 既与人族九品们达成了协议 只要他不主动退出 龙族便不会反悔 不过私底下 到底还有没有 什么小动作 杨开就不清楚了 没什么 酒居不回关 一潭死水 闲着无聊 难得有个乐子 看看热闹也好 黄四娘实话实说 至于说会不会因此而开罪龙族 那倒不至于 龙族虽然自傲自大 却也没小气到这种程度 另外 还有一事相求 还望四娘应育 杨开公身一礼 态度恳切 求人的时候 自然是要把姿态放低一些 虽说黄四娘看起来就像是个少女 可人家的真正年纪 不知多大了 跟人行各礼又有什么打紧 你说 允不允的 我且听过 黄四娘自然不是傻子 不可能真的一口答应下来 杨开黑黑一笑 舔着脸道 小子这出来不回关 也没个落脚的地方 龙族那边更没有待客之意 好歹我也算是半个龙族 这般见外 着实让人寒心 龙盘开启还有一段时日 总不能让我留宿街头吧 我能不能在四娘这里暂且住下 借宿啊 黄四娘笑盈盈地望着她 杨开连忙道 不白住 四娘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到来 或者我可以付些素资 黄四娘就撇撇嘴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 莫说杨开一个七品身家不会太高 便是真有什么好东西 黄四娘也未必看得上眼 对他们这种圣灵来说 一生中见过的好东西多了去 杨开忙取出一份黄金 一份蓝金来递过去 四娘且看 这两样可还入得眼 她手中好东西不少 但若想打动一只凤凰 杨开估摸着 只有黄金和蓝金这种东西了 这两样 毕竟是出自混乱死欲 是黄大哥和蓝大姐两人 一身力量的结晶 太阳灼照和太阴幽营 既是所有圣灵的共组 那么他们力量的结晶 对圣灵应该有不小的吸引力 不过他心里也没什么底 因为他本身对这黄金和蓝金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从来都是把他们当成 催动净化之光的材料 如今拿出来 全且一世罢了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黄四娘见得黄金和蓝金 美眸明显一亮 伸手一掠 便将那黄金蓝金掠到手心上 仔细打量一阵 抬眼道 从混乱死欲得来的 正是 阳开给黄四娘竖个大拇指 四娘奉眸如炬 动若观火 马屁拍得太明显 黄四娘无动于衷 手心一转 将黄金蓝金收起 开口道 罢了 难得你这般识趣 就让你暂且在这里住下吧 多谢四娘 阳开大喜 那小子这就密地休息去 一路劳顿 身心疲惫 先不打扰四娘了 这般说着 冲天而去 眨眼不见了踪影 凤朝的内部空间 其实是很大的 望着他离去的身影 黄四娘摇摇头 倒是个滑头的小子 沉默寡言的凤六郎 忽然开口道 对人族 你向来不假词色 今日倒是有些反常 以往不回观 也不是没有人族到来 每次三千世界输送新鲜人手 往末之战场的时候 不回观都是中转战 这么多年来 黄四娘可从未与哪个人族 有这样的交流 黄四娘瞥他一眼 我就不信你没感觉出来 凤六郎道 看样子不是我的错觉 这小子身上 有凤族的气息 黄四娘汉手道 这也是我 感到奇怪的地方 他既身负龙族本源 总不至于 也同时拥有凤族本源吧 龙凤本源不可能共存 应该是他最近近距离 接触过某一位族人 黄四娘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 他最近数百年 一直都在末之战场 没有机会去接触什么族人 再往前 就算有所接触 这么长时间下来 气息也应该淡化了 却不知为何如此 凤六郎道 凤皇一族族人携手 如今大多数都与不灭 无同共栖息 也有一些流落在外 不知生死 若是能搞明白 他接触的是哪一位凤族 或许能找回一位族人 也说不定 黄四娘汉手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 要留他在此的原因 留下他 更方便观察 至于阳开送出来的黄金和蓝金 虽出自混乱死欲 是灼兆和幽盈力量的结晶 但对黄四娘来说 还真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边正说着话 整个凤巢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让黄四娘立刻花容变色 极远方 一处山巅上 阳开盘膝而坐 一身天地伟力涌动 空间法则跌宕 与此间天地蕴藏的丰富空间道横 形成共鸣 在进这凤巢的时候 阳开就发现了 这里保持着天地出开的原始形态 而且因为是凤族的凤巢 所以这天地间的空间道横 极为丰富浓郁 借助这些空间道横 凤皇一族可以在自己的凤巢中 不断修行成长 变强 这也是为什么说 凤巢是每一只凤皇的根本的缘故 换作别的人来了这凤巢 顶多也就是 体会一下 天地初开 蛮荒古野的意境 淡幻阳开就不同了 这天地间丰富浓郁的空间道横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大捕之物 炼化融合这些无形无形的道横 可以让他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得到迅速提升 同时映照古今空间大道的不同 更可以让他去无存经 而且因为这里 还保持着极为原始的形态 所以阳开融合炼化起来 并不费什么事 也不会出现到很不容的情况 可以说 此地对阳开来说 简直就是修行的圣地 这倒是意外之喜 跑来不回关 本是要进龙潭修行的 精进龙族血脉的 结果龙潭还没进 反倒在凤族这边捞了好处 阳开也只能感慨 一声 人算不如天算 世事无常 他这边如饥似渴的吞噬 炼化着凤巢中的空间道横 黄四娘那边 却是花容失色 因为凤巢中空间道横消逝的速度太快了 虽说就算这些道横消逝了 不灭吴童也会慢慢补充回来 他以前也都是这么修炼的 但阳开这架势 颇有些节子而鱼的意思 真要是消耗太大 对他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事 毕竟补充也需要时间 更何况 一旦凤巢内的平衡被打破 整个凤巢就有崩塌的风险 阳开此刻的做法 就等于是在抢夺他家中的财产 说实话 黄四娘知道 阳开一旦开始修行 自己凤巢内的空间道横 肯定会减守 只是他没想到 会是这么个局面 无论是他还是凤六郎 都大大低估了阳开 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这般造诣 便是比起他们 都略超一筹了 再加上阳开这么一阵猛发力 凤巢当即就有些天地震动 这还是人族 与阳开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比较起来 黄四娘和凤六郎 都不禁生出自叹不如的感觉 一声娇喝响彻凤巢 黄四娘冲天起 直奔阳开那边掠去 本章完 第5359章 无主的凤巢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少请 不灭梧桐上 一道门户大开 阳开被黄四娘提着脖子 一脚踹了出来 你走 阳开站稳身形 柔柔屁股 哭笑不得 四娘有话好好说 何必这般大动肝火 与你这强盗 没什么好说的 你走 阳开一脸冤枉道 怎么是强盗呢 我这嫖子 阿佩 素姿也复了 也跟四娘你打过招呼了 不过是借用贵宝地暂且修行 四娘何故感人 话音方落 一块黄金一块蓝金 便朝阳开砸了过来 东西还你 别进来了 本就不是稀罕物 不过是瞧个稀奇 还真当宝贝了 凤凰一怒 力道何其之大 阳开竟没能躲开 直接被砸得鼻青脸肿 眼看着门户合拢 阳开大急道 四娘有话好说 大不了我动作温柔点 不那么凶猛便是 哪还有回应 黄四娘早已将自家奉朝门户封禁 一副绝不可能再让你进来的架势 虽说阳开能感应到那门户的痕迹 若用强力 或许能破门而入 然而主人家不允进门 真闯进去了 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这是闹的 阳开灰头土脸的 站在不灭梧桐的树叉上 行单影之 下方路过几头幼龙抬眼相望 冲阳开指指点点 欲发让他处境尴尬 黄四娘把他给赶出来了 这不回观虽大 可他还真没去处 难不成真要留宿街头 若只一两日也就罢了 走走看看 时间便过去了 可要等上数月功夫 那也不好太看 说出去 没得丢了人族的脸面 更关键的是 他在凤朝中捞了好处 这才刚尝到一些田头 便被赶出来了 颇有些石髓之味 凤朝这地方 实在是太适合他修行了 在他自身对大道境界的划分中 他的空间之道 如今处于第八层次 登峰造极 再往上 那就是第九层次 震骨朔惊了 真要是能到这个层次 阳开估摸着 就算自己纵然品阶不增 也必定能实力大涨 这被赶出来 让他怎么甘心 站在门户外 或苦苦哀求 或尊尊善诱 又是指天对地一通发誓 怎奈黄四娘 铁了心不让他进门 让他也是无计可施 磨了半上没有效果 绕视阳开脸皮不薄 也有些抗不住了 终是一探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他抬头打量了下四周 把身子一纵 便落到了另外一根树叉上 对着前方虚空恭敬一礼 小子阳开见过前辈 出来不回关无处安身 可否借贵宝地暂时落脚 面前虚空一阵扭曲 很快一道门户浮现出来 阳开脸色一喜 那门户里 忽然探出一个名模好齿的女子脸庞 一脸嫌弃地望着阳开 口吐芬芳 滚 说完之后 马上缩了回去 门户也重新合拢 阳开就很尴尬 这不让借宿 就不让借宿 怎的还骂人呢 哀声叹气一阵 又来到另外一根树茶前 恭恭敬敬行礼 客客气气借宿 他精通空间之道 所以很容易能在这不灭梧桐上 找到凤巢隐藏的位置 一摸一个准 不过凤族对他的态度 基本都大差不差 有脾气好的 压根就不出面 也懒得理会他 有得他在门外叫嚷 脾气不好的 要么开门骂人 更有甚者出手相向 好在也都留有余力 只是让阳开知难而退 没有真的要将他如何的意思 接连碰壁七八次 阳开算是看明白了 凤族这边怕是没指望了 也不知凤族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反正他在黄四娘那边的动作 凤族应该都知道了 否则没道理 对他这般不假词色 这让人借宿是小事 关键是借宿的人 跑来抢夺家产 那谁还肯借宿 凤巢尽不得 龙族不待见他 这不回观虽大 还真没有他容身之处 修行这么多年 阳开还没遇到这么窘迫的处境 又闪身来到一处门户前 阳开再次攻身行礼 恳求借宿 不出意外 没有反应 看样子 这是一个厚脾气的凤凰 懒得搭理他 也没有对他出手相向的意思 人家不开门 阳开也不能强闯 无奈只能退去 准备再去别的凤巢碰碰运气 不过就在他准备转身时 却忽然眉头一皱 仔细打亮前方虚空 观望了一阵 他又闪身来到别的凤巢前 接连换了好几处地方 一番比较 最后来到黄四娘那边 抬手在面前虚空敲了敲 四娘 问个事 黄四娘没有反应 显然是懒得理会他 阳开毫不气馁 真的就是问个事 不是要解锁 虚空中连一荡过 四娘的脑袋叹了出来 一脸警惕 什么 阳开哭笑不得 你好歹是一头凤凰 有必要这么防着我吗 眼睛朝凤巢内瞧了瞧 还没说话 黄四娘便立声道 看什么看 再看也不可能让你进来 有事说是 没事滚开 阳开还想说 能不能入那一潭 可看黄四娘这架势 真要提出要求 怕是又要被骂 吸了心思 开口道 是这样的四娘 我方才游走不灭梧桐 拜访了不少凤族前辈 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 黄四娘呵呵冷笑 这小子所谓的拜访 他自然都瞧在眼中 吃了那么多闭门羹 也好意思说什么拜访 脸皮够厚的 阳开一指他最后拜访的那一处凤巢 那一处凤巢的门户似乎已经很多年没有打开了 那位前辈是在里面闭关修行吗 这么多年没反应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黄四娘顺着他指的方向瞧了一眼 眉头一皱 有些差异道 那门户多年未曾开启 你也看得出来 阳开师诗然道 空间门户每次开启 都会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 这些痕迹对旁人来说不可察觉 但对你我来说 应该不难看到吧 黄四娘随口恩了一声 明白这小子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果然要比自己深厚一些 否则没道理能看出这些端倪 本懒得理会 不过还是好心解释一句 这里有一些无主的凤巢 你所说的那个 主人已经很久 没有回来了 凤凰一族族人虽然稀少 但古往今来也诞生过一些 大多数凤凰都在不灭梧桐上栖息 但总有一些流落在外 这些流落在外的凤凰 大多都是出了意外 生死到消的 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了什么事 被困某处无法脱身 对应这些凤凰的凤巢虽在 可已经很多年无人问津了 无主的凤巢 阳开却是听得眼前一亮 风四娘见她神色 岂不知她在打什么鬼主意 展颜一笑道 我凤族有多少族人 不灭梧桐上 便有多少凤巢 因为正是凤巢孕育出了凤族的本源 有了本源 才有我凤族 除非本源消失 那凤巢才会随之湮灭 否则便会永存 那些无主的凤巢对应的族人 或许早已遇到什么意外陨落了 但他们的本源却都留了下来 只不过得到这些本源的都不是纯正的凤族 所以也没办法找到这里来 阳开微微失神 四娘的意思是说 凤族的每一份本源都对应着一处凤巢 若是那些得到凤族本源的存在找来此地 便可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凤巢 不错 黄四娘汉首 不管是什么样的存在 得到了凤族本源 只要来到这里 入了凤巢修行 终有一日能够成为纯正的凤族 竟是这样 阳开呢喃一声 没事了吧 黄四娘说话间 压根不给阳开反应的机会 没事别打扰我 话落 脑袋又缩了回去 四娘且慢 阳开抬手阻止 哪还来得及 看这架势 四娘是不想再跟她啰嗦什么了 阳开也不强求 不过如果四娘说的是真的 那这不灭梧桐上的诸多无主凤巢 岂不是有一座是属于苏颜的 还有一座是属于九凤的 另有一座是属于流盐的 这三人可都是有凤族本源的 这就有意思了 阳开眼珠子转了转 重新来到那无主的凤巢前 摸着下巴沉吟起来 黄四娘的凤巢中 凤六郎憋了好久才道 你这么误道 他做什么 黄四娘亲哼道 给他找点事做 省得他有事没事 来骚扰我 给他烦死了 凤六郎叹息一声道 心知阳开这下 怕是要碰壁了 黄四娘没有欺骗他 只不过有一些是没有说清楚 不灭梧桐上的每一座凤巢 都对应着一份凤族本源不假 但相应的 那些凤族本源 也是开启对应凤巢的钥匙 没有凤族本源 便是阳开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在如何身后 也休想开启那些无主的凤巢 凤巢的数量 并非固定不变的 自天地初开 不灭梧桐与凤族诞生以来 凤巢总是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变得或多或少 凤巢多 便意味着凤族的本源留存多 凤巢少 便意味着凤族的本源留存少 这与凤族本身的生死无关 纵然一只凤凰 因为意外而陨落 只要他的本源之力保存了下来 那他的凤巢 就不会湮灭 若有生灵机缘巧合 得了那本源之力 再来到这不回关 如那凤巢修行 便有机会脱胎换骨 成为一只真正的 纯血凤凰 本章完 第5360章 苏妍的凤巢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其实龙族那边的情况 与凤族相似 只不过龙族的本源诞生之地 是在龙潭 所以 对龙凤二族来说 龙潭是龙族的根本 而凤巢 则是凤族的根本 杨开此前担心 龙族会因为人才凋零而灭族 这完全是起人忧天 对龙族而言 只要龙潭不悔 族群就不会灭绝 当然 或许会出现某个时间段 族群示弱的情况 这也是天道运转下 无可避免的情况 非人力能改 不过这不灭梧桐上 居然还有一些无主的凤巢 这让杨开大为惊喜 无主的凤巢 那岂不是说 他可以随意进入其中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而且看黄四娘那架势 也没有要阻止自己 闯入这些无主凤巢的意思 这不就是默许 四娘也不是那么不尽人情的吗 看似无心之言 实则给自己指了一条光明大道 杨开按下心头激动 闪身便来到那一处无主凤巢前 再次确定 这个凤巢确实很久没有开启了 这才动手示威起来 空间法则跌宕 探手朝前抹去 勾连前方凤巢门户 在他想来 打开这凤巢的门户应该并不困难 毕竟在空间之道上 他的造诣已经足够高了 这门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静止 随随便便就能开启 然而真的动起手来 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这凤巢门户确实没有静止 他也能感应到那门户的所在 可任凭他如何催动空间法则 如何努力 竟都没办法让那门户松动一丝一毫 凤巢的门户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锁死了一般 初使杨开还以为自己方法不对 不过接连数日下来 那门户竟依然紧闭不开 杨开便意识到问题所在了 这恐怕不是自己空间之道造诣不高的缘故 开启这凤巢 或许需要什么别的条件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面前凤巢的门户确实像是被无形的力量锁住 非得有对应的钥匙才能将之打开 结合黄四娘之前与自己说过的话 还有他当时的神态 杨开就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被四娘摆了一道啊 开启这凤巢 恐怕需要凤族的本源才行 换言之 凤族的本源才是这些凤巢门户的钥匙 纵然他如今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超群 可没有钥匙也休想入门 不灭吴童毕竟是天地初开便诞生的奇物 可以说是天地至宝也不过分 这东西衍生出来的凤巢又岂是那么容易打开的 燃起的希望又被吴情浇灭 杨开垂头丧气 不知道凤巢对自己修行的好处也就罢了 关键现在知道了 还吃了一口 然后就再吃不到了 这感觉糟糕透顶 有些不幸邪 杨开又闪身在不灭梧桐上游走起来 专门寻找那些很多年不曾开启的门户 接连试了三处凤巢 皆都一无所获 待到第四处的时候 杨开本以为情况会一样 谁知他还没怎么发力 那前方虚空便荡起连衣 一道门户隐约成行 杨开大喜过望 正欲加把力将这门户彻底打开 忽觉有些不对 这门户并非自己开启的 而是另有力量将之从内部打开的 杨开脸色一黑 意识要糟 果不其然 那门户中忽然探出一只鸟头 凤眸血红瞪着杨开 口吐人言 哪里来的混账小子 饶我清修 这般说着 风锐鸟会对着杨开猛的一拙 杨开含毛倒数 这一拙看似普通寻常 可真要是被拙到了 必定会在身上开个窟窿 只怕连魂都能拙碎了 这凤巢 压根就不是什么无主的凤巢 门户之所以多年未开 乃是因为主人家闭关多年了 杨开以为 这里跟其他的无主凤巢一样 却不想闹个大乌龙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总能打失险 前辈误会 杨开大叫一声 空间法则跌宕 瞬间顿离原地 须于 在现身时 已再不回关外数千万里之外 然而此时此刻 却是形容狼狈 一身衣衫破破烂烂 胸口处更是一个血窟窿 潺潺金血流出 不灭梧桐上 一声冷哼传出 再有下次 取你性命 门户合拢 那鸟头缩了回去 杨开尴尬的不行 这是闹的 方才那一瞬间的变故仓促至极 他虽已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催动空间法则顿走 但在空间之道上 人家凤凰也是行家 那一拙之力 任他如何腾挪顿行 竟也无法摆脱 最终还是受伤了 好在那凤凰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 这也跟凤凰一族的本性有关 换作一个龙族被这么打扰 搞不好就要跟杨开不死不休了 四娘的凤巢中 察觉外界的动静 四娘笑得前辅后仰 凤六郎摇头不已 吃了这么一个亏 想来那人族应该不会再胡闹了 毕竟他也不知道 哪个凤巢是无主的 哪个凤巢是因为主人常年闭关 许久没有开启过的 不过很快 凤六郎便发现自己想错了 在外逗留片刻 杨开换了身衣衫 又诗诗然跑了回来 继续在不灭梧桐上捣鼓着 凤六郎很无语 这人怎么就这么倔呢 无主的凤巢 除了对应本源的主人 根本不可能打得开 又何必这么浪费时间 不过吃过一次亏的杨开 明显变得更加小心了 纵是一寺无主的凤巢 也不敢轻易叨扰 免得里面再冒出一个 鸟头灼塌一下 他如今在找的 是那几个特定的凤巢 整个不灭梧桐虽大 但凤族族人稀少 所以凤巢数量也不多 满打满算 不过百 换言之凤族的族人是没有百数的 这还考虑到 许多流落在外的凤族本源 真要是计算 如今栖息在不灭梧桐上的凤族 杨开估计了不起四五十左右 这已经是一股很庞大的力量了 要知道 这可是凤族 每一个成年都堪比七品开天 悠长的寿命 和来自血脉的传承 让他们晋升到堪比人族八品 也只需时间的打磨 不会遭遇什么太大的风险 凤族如此 龙族那边 恐怕也差不多 凤巢的数量不多 杨开找起来 也不费什么事 前后不过两三个时辰的功夫 他便停留在一处凤巢前 这又是一座很多年 未曾开启的凤巢 如果不是感受到凤巢之中 流落出来的一丝丝熟悉的气息 杨开也无法确定 这凤巢到底是无主的 还是主人常年闭关的 但那一丝丝熟悉的气息 却让他可以确定 这凤巢是无主的 或者说 主人不在此见 因为那气息 杨开曾在流言身上感受过 那是属于一头火属凤皇的气息 流言如今拥有的凤皇本源 要追溯到阎武大帝身上 当年阎武大帝 偶得凤皇真火 修行一日千里 最终晋升大帝至尊 那个年代 世天大帝乌矿霍乱苍生 新界诸多大帝 在穗星海与乌矿殊死一战 那一战 乌矿战死 一同战死的 还是其他数位大帝 其中包括沧海大帝 阎武大帝 圆鼎大帝 清廉大帝等等 那是世天镇压群雄的年代 不过最终 因为他的行径 搞得天怒人怨 自取灭亡 虽然事后证明 乌矿那一战 不过是假死逃生 时隔多年后 又夺赦重生 但以一己之力 击杀数位同阶大帝的战绩 却流传了下来 也让后来者心持神往 自乌矿之后 再没有哪一位大帝 能有如此实力 阎武大帝陨落之后 凤皇真火留在了穗星海 阳开前往穗星海历练时 得了那凤皇真火 随后带回来 交给流言恋话 所以他对这凤皇真火 是很熟悉的 自然可以分辨出他的气息 凤皇真火 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是凤族的本源 而面前这个凤巢之中 隐隐透出的气息 与他当年交给流言的凤皇真火 绝对同出一缘 所以他可以断定 流言的那一份凤皇真火 便孕育自眼前这个凤巢 按照黄四娘的说法 流言正是这一座凤巢的主人 确定了这一点 阳开放心大胆地动手 施围起来 也不用担心 里面忽然蹦出来个凤族对付他 不过让他失望的是 纵然确定这凤巢的主人是流言 他也依然没办法将之开启 没有坚持 之前的经验让他知道 凤巢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的 他继续在不灭梧桐上搜寻起来 小半日后站在另外一座凤巢前 如果没弄错的话 这个凤巢的主人应该是九凤 只不过他与九凤接触不多 对他的本源之力的气息记忆不深 所以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不是 很大可能是 流言的找到了 九凤的找到了 那么苏言的呢 这里总有一座凤巢 是属于苏言的 到了此刻 进入凤巢中修行 增进自身空间之道 杨开已经不作指望了 他就想找找属于苏言的那一座凤巢在哪 如此 等苏言有朝一日来到此地 便可安心进入其中修行 片刻后 杨开站在不灭梧桐一根树叉上 凝视前方虚空 微微一笑 找到了 面前这一座凤巢 应该就是属于苏言的 他对那气息实在是太熟悉了 毕竟是他第一个女人 无数次的双修 早已让彼此气息相连 所以 一来到这里 几乎不用去查探 杨开便知 这是苏言的凤巢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简 感谢观看